到了晚上十点多的时候,地面上的风终于小了下来,众人收拾东西走出避难的地下室,对着满大堂的狼藉,正正发呆。 别说大堂里面摆放的盆栽、利牌、椅子、饮水器等物品,就连靠墙快递柜都不知道被什么多东西砸凹了一大块进去。 幽暗的夜色里,满地都是各种枝叶和建筑碎片的垃圾,从大堂一路延伸到大堂外的空地上。 更可怕的是,之前被狂风掀翻的那棵大树,此刻还横跟在大门前,将朝外的路挡了一大半。 原本暗掉路灯和建筑灯光一盏盏亮了起来,保安的手机也有了信号,原来刚才不是停电,而是有关部门特意断电,怕会引发重大事故。 此刻有了灯光,大家也能慢慢看清周围的现状。 对面一栋公寓楼有不少玻璃都碎了,应该是被强风卷着什么东西的碎片撞破的,碎裂的窗户东一块西一块,看着像被什么啃过一样。 有的人家楼层高运气好,窗户没破,有的人家楼层低,窗户被砸破了,也有的人家虽然住得高,但是窗户没关紧,于是整扇窗户被吹翻砸下来。 保安向上级了解完情况后,表示这次强风危机暂时过去了,大家可以回家,如果后期再有强风龙卷风,物业会再通知大家下来避难。 今天避难多亏了物业的通知和帮忙,众人谢过他们几个,都选择走楼梯回家休息。 游家三人回到15楼公寓,他们家很幸运,因为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加上楼层高,没被东西砸到,所以玻璃窗都保存完好,不至于大晚上还要收拾狼藉。 三人稍稍洗漱一下,就坐到客厅开始看新闻。 本地几个电台都停播了,其他几个则在播放深夜新闻,连线受灾最严重的现场状况。 那是在龙卷风肆虐的城郊附近,据说今天S城郊区的龙卷风出现了一至两个小时,初步判断为EF3级龙卷风,中心风力最大时达到了17级,破坏程度极其严重。 到目前为止,受损总面积达到了2万多平方米,近百栋民房和近20家工厂企业受损。 目前已确定死亡人数6人,受伤人数近300人,还有几十人暂时失踪。 消防车、警车、救护车第一时间赶去受灾现场支援,各部分的各项救援物资都已送达。 电视屏幕上,连线的记者正在采访现场一位目击者。 对方一脸惊魂未定,表示当时电闪雷鸣的,仿佛世界末日,很多平房建筑的屋顶被轻易掀翻,连带周围的树木一起卷上天空。 还有停在路旁的一排货车,尽数被风掀倒,有几辆货车还被风推动了近两三百米的距离,场面十分可怕。 凡奇看着新闻,紧张地握住了女儿的手,庆幸龙卷风没有朝城市方向肆虐而来,否则这会死亡和受伤的人会更多。 一旁,尤峰终于打通了尤家老爷子的电话,他们也刚从避难的地下室回到家。 他们家因为在一楼,玻璃大多被暴风卷着东西砸碎了,家里被狂风肆虐过,一片狼狈,全是垃圾,根本没有完好的地方,现在正在收拾残局。 尤峰又打了妹妹尤丽的电话,电话通了,但是没有人接,他们家的店铺在一楼,估计也在忙着收拾。 凡奇还在紧张地看着电视新闻,游戏则拿出了手机登陆社交平台查看各种新闻。 果不其然,热搜前十位都是和龙卷风,强风来袭等相关的讯息。 不止他们S城,今天受到强风突袭的还有H城,N城,C城等五个城市,遭遇龙卷风侵袭的城市是四个。 事实上,剩下那个没有直接遭遇龙卷风的C城,也因为靠近龙卷风肆虐的另一个城市,才会被波及。 龙卷风并不发生在同一时间,风里都在EF1级和EF2级,像S城这边的EF3级,属于这几个城市里已知发生的最高等级。 这些城市彼此之间离得都不算远,也都不是沿海地区,近年过往发生龙卷风的记录几乎没有,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 网络上议论的人太多,于是什么样的言论都有,有人结合之前地震的事,表示世界末日要到了,这样的说字年年都有,人人在说,也有人顺着这个话题,表示准备出门囤货,问大家的囤货单上都有些什么。 之后话题发散,一发不可收拾,很多人在讨论,但也只是大灾后肾上限速飙升又回落的情绪体现,根本没人当真。 游戏看着那些议论,心里却有些说不上来的感觉。 其实这样的漠视论在网络发达的现在,几乎已经成为常态,他从前看到也会加入讨论几句,但内心深处从来都不以为然。 可此刻看到新闻里受灾现场的凄凉狼狈,网络上其他城市被龙卷风侵袭后的惨状,他又想起自己新手世界任务之后,S城也遭遇过一次灾情,还是甚少发生的地震。 他心里总觉得不舒服,最近的灾难是不是有点多了? 新屋系统曾经说过,完成三个任务世界后,新屋可解锁随身功能,在升级之后,可以设置新屋全线名单。 届时,他可以将父母的名字放入全线名单内,他们便可以进入新屋。 他曾经付费过,和平年代,这样的功能太过鸡肋,也怕万一父母进入新屋,被强行绑定,需要穿梭世界执行任务,那才是真要命的。 可现在,他却隐隐觉察到,这样的功能或许并非鸡肋。 新屋系统,从来不会无地放食。 但这个问题真的不能细想,因为太过可怕,他甚至下意识地不想开口问。 游戏缓了缓神,系统,原生世界也会漠视吗? 宿主提问超出范围。 新屋没给答案,他不知道自己是松了口气,还是更加担心。 游戏想了想,换了个方式问,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希望能给出正面回答。 如果我升级新屋,将我爸妈名字放入新屋全线名单内,他们会像我一样被迫绑定,穿梭世界,执行危险任务吗? 他在心里问完,感觉新屋似乎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 幸好,片刻后,冷淡的中性声线在他脑中响起。 不会。 新屋已绑定宿主,其他被放入全线名单的只是旅客,可以放入,也可以随时剔除。 游戏,谢谢,但还有第二个问题。 没有全线的人无法进入新屋,即便走进新屋所在空间也只会看到这个空间里原本的场景,那么物品物体之类呢? 没有经过我许可的物品物体,可以进入新屋吗? 这个问题,甚至比第一个问题更加重要。 游戏问完,内心不禁有些忐忑。 新屋同样沉默了好一会。 宿主,其实你想问的是,本世界发生的灾情是否会影响到新屋内部是吗? 游戏,是。 宿主,请问是否对随身庇护空间这个形容词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 游戏。 虽然但是,它到底为什么要被一个系统冷嘲热讽啊? 是,本世界发生的灾情不会影响到新屋内部,此为庇护的意义。 游戏有点感动,今天系统不仅回答了几个问题,还会补充说明,要是每次都能这样,可爱就好了。 于是,游戏趁热打铁,问了最后一次问题,是否能提前进行默示任务。 游戏戴着帽子和口罩,走进马路对面的一家大型连锁金店,无论什么年代,黄金都是稀有金属,且永远明码标价可回收。 它的背包里揣了两根金条,都是500克的。 它在丧失末世时,起初只在柜台收集一些戒指手镯项链、挂坠等黄金物品,后来它想起了金条,然后又想起每个金店都有一个保险柜。 之后,它就专门去撬这些保险柜门,需要各种工具才能解锁的密码大门,在它这里只需要一瓶高温香水,十来秒就能搞定。 所以后期,它收集的大多都是金条,各种重量的都有,小到十克的,重到一千克的,在那个储存箱里叠了一排又一排。 大多数金条上面都有刻字和刻画,刻着金条的出处、编号,有时是一些祝福的词语,游戏将上面的编号出处等重要信息直接以指令抹平,打算先试试水。 然而,过程比它想象的更顺利,店铺回收黄金从来都不看形状,也可以没有发票,只需要留下身份证复印件,作为一个凭证。 只要过段时间没有问题,证件的复印件就会被处理掉,不会泄露客人的任何资料。 价格则看纯度,正常的金条都是千足金,即黄金含量99.9%,也是金店最常回收的那类。 他手里这两根就是,他没有在一家店把金条都拿出来,只拿了一根500克的金条,金价为420一克,一共拿到21万软媒币,被金店直接打入他的银行账户。 之后,他又打车去了另一个牌子的大型连锁金店,再次入账21万软媒币。 两家金店招呼他的营业员很高兴,今天开店没多久,就做了一笔大生意,这月奖金没跑了。 游戏也很高兴,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买买买了。 游戏,不想说话可以不说。 游戏下意识对了一句,不过想起之前新屋系统难得有问必答的表现,只对了一句就作罢了。 一天之前,系统告诉他,漠视任务确实可以提前开启,但是提前开启的漠视世界会出现一些问题。 游戏,哪方面的问题? 24小时准备时间会缩短为1小时,漠视难度可能会提高。 游戏,难度会高到什么程度,必死结局。 宿主目前可穿梭的漠视世界,难度变化值存在区间限定。 游戏,所以就是在我所能应对的最简单和最难之间,是这意思吗? 是。游戏明白了,就好比是给任务者的保护机制,就算再飞,遇到难度最高的漠视,也是在限定给他的区间之间。 有可能很难,非常危险,但一定不会是无解的必死结局。 当然,也有可能他欧气爆棚,遇到一个难度极低的漠视。 游戏考虑了一个晚上,他躺在父母公寓里自己的床上,听得外面响车了一夜的救护车和消防车的声音,最终有了决定。 游戏,等我几天做准备,然后再来开启任务世界。 而且,离开金店后,游戏又依照之前查好的地点分别去了两家典当行。 一家卖了两根300克的金条,另一家则卖了一根1000克的。 典当行回收黄金价格稍低,过程手续差不多,他分算处理也是为了保险起见。 一家得了24万软妹币,另一家得了39万软妹币。 如此,他两张新开的银行卡里,一共有105000软妹币。 下午,他带齐资料,直接去了保险公司,给自己投了份保险,意外死亡受益人蓝填了游风和凡奇的名字,买的是最大保额。 他年轻,体检报告显示身体健康,收入丰厚且稳定,于是保单很快就办好了。 他在两张卡里留了100万软妹币,连同那份保险单一起放入一个不透明的文件带,然后将文件带放入父母公寓放置被褥的柜子里,就在最底层。 这个位置的那条被褥,凡奇从来没有动过。 因为之前龙卷风的事,这两天他一直住在父母这边。 他自己那栋小公寓因为在三楼,虽然小,只有朝南向有窗,但几乎整个朝南的墙面都由玻璃构成,自然没躲过这次的强风肆虐。 玻璃没有全碎,但也倒灌进不少枝叶木板塑料垃圾,底下的小客厅几乎不能看了,昨天找了人来清理,之后还得重新按上玻璃,将被损坏的家具换新,地板重铺,再重新打扫,每个三四天根本搞不完。 因为这是,加上凡奇不放心,所以这两天他白天在自己那里收拾监工,晚上则都住在父母公寓这里。 办完保险的第二天,他开着油斧的车,先去了趟自己公寓对面的五金门窗垫,继续让之前那个老板给自己打造了六个高两米,宽一米,深度三十厘米的铝合金制物价。 这六个,加上之前同样尺寸的十二个,刚好能把新屋仓库一侧的整个立面给全部占满。 因为是老生意了,老板表示晚上关店之前就给他赶出来,还是老样子帮他扛到公寓门外。 之后,他驱车前往附近的租车行,租了一辆小型货车,他是C1的驾照,可以开这样子的货车。 主要油斧的车子后备箱空间有限,如果他要一次性买大批量的物资,还是不太够装。 之后,他开着货车直奔商品市场,商品市场在远离龙卷风肆虐的城市的另一头。 不过几天时间,强风突袭的痕迹就差不多被抹去了,尤其像这种生意为重的店家。 那天一看,形势不妙,立马收拾摊铺,拉下厚厚的铁闸门锁紧,因为距离龙卷风更远,所以遭遇的强风没有游戏父母公寓那边严重,大部分摊位都平安无事。 他新屋仓库还没升级,加上塞了辆房车,所以剩余空间有限。 其实他目前的物资足够维持他下一趟任务的使用,油漆房车,完全是个作弊神器。 因为后期改造过车顶的太阳能板,车上的电力足以支撑日常所需的全部用电,包括空调微波炉热水器这样的大额用电。 末世时,在汽油足够的前提下,这样一辆房车能解决大部分的生活问题。 而他现在,也并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的任务囤货。 首先考虑的是水资源。 新屋仓库原本有500L一米高的桶10个,全部放满水,就是5吨。 5吨水,他进任务世界差不多够了,但后期肯定不行,他先在商品市场买了10个同样大小的桶,准备将存水量提高到10吨。 他付完钱,让老板给他送到小货车边上,直接放置在货车车厢里。 其次是电源问题。 他先在一家电器店里购入了20个大容量充电宝,之后,他去了发电机商行。 发电机有汽油发电机和柴油发电机,他只考虑了片刻就选择了前者。 汽油发电机虽然功率小,但体积小节省空间,而且正常的家庭用电完全能够解决。 加上他如今空间里面囤的都是汽油,自然不会去买柴油发电机。 当初他卯足禁止囤汽油,是因为他搞到的房车是比较少见的汽油版房车。 汽油房车发动机噪音小且适应严寒,在他这里远比柴油版房车实用。 汽油发电机他买了两台,照例让人帮他送到货车那里,放入车厢。 纸制品也可以先买一些囤着,抽纸实箱,卷纸厨房指个实体。 商品市场隔壁是一个食品市场楼,这个市场比一般意义上的食品批发市场要正规和上档次的多,里面大多不是摊贩个人经营,而是各种品牌的食品公司直销。 这里不仅有其他超市销售的所有的产品,还有很多网红产品的直销,甚至还有很多可以堂食或打包的奶茶店、蛋糕店、炸物铺、甜品店、咖啡店,这些店里同样也有销售自家公司的各种衍生产品。 例如咖啡豆、咖啡粉、整包珍珠、方便奶茶料包、真空食品包。 偌大的商场楼里,一间间的门面店铺窗明激进,一眼看不到头的门店和不同牌子琳琅满目包装鲜艳的商品简直让游戏一时间坠入了欢乐的海洋,内心有一种想要尖叫的冲动。 他推着在隔壁商品市场购入的推板车,开始扫货。 中午的时候,他在一家之前没喝过的奶茶店买了杯牛油果草莓酪,配着炸年糕和炸酥肉吃了顿简单的午餐。 年糕软糯Q弹,炸酥肉外脆里嫩,居然意外的好吃。 吃完之后,他买了20份炸年糕,20份炸酥肉,20份炸鸡爪,表示两个小时后来拿,并叮嘱不要太早做好。 周围的几家奶茶店也每家下单了十种不同口味饮品,加起来一共一百杯,同样说好两个小时后取。 之后,他继续扫货。 饮料,方便食品,冷冻类食品。 这里的冷冻肉类每一份都有完整包装和商标,方便叠放,拿取方便,全部都是古物饲养的优质肉,除了贵没有其他缺点,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 但凡游戏觉得,凡奇和游风可能会想吃或是会用到的,他都适量地买了些。 最后,小货车被全部填满,他心满意足驱车离开。 买了一货车的物资,他觉得心情很好,同时也能感觉到新屋系统的欲言又止。 他笑了笑,没有说话。 游戏绕过大半个城市,将小货车开至某个地下停车场,他在停车位上停好,然后他伸手贴住车厢,想试试能不能直接将里面的箱子放入新屋仓库。 如果不能直接收取,他在下车开了货车门去里面收。 大约因为此刻货车车厢被默认为一个整体,整体里面的东西可以直接被收取。 游戏先将装了一百杯各式奶茶和炸物的纸袋收在仓库的架子上,接着是冰淇淋和冻肉,之后继续塞了大半车厢的箱子进空间,将所有能填的角落都填满,直至再也装不下。 他下车锁门,直接坐电梯上一层,这里接对面有一家大型的品牌水站。 他进去订购了60桶19L装的纯净水,表示一会过来提货。 之后,他进了停车场上面的商煞,这里一楼是个服装城,名牌,大牌和大众品牌都有。 他依照他,油风和繁奇的尺寸,不同功能的衣服裤子每人各买了两套。 这部分的物资后续他会再补,现在也只是本着不同种类的东西各样先囤一点的想法。 之后也同样,每种功能的鞋子,一人两双。 因为买得多,他让店家的人帮忙送到了地下车库,他打开空了大半的车厢,很快将装着衣物鞋子的口袋一一放好。 之后,他开车离开地下停车场,去水站取丁好的水。 他之前算好了空间,60桶水刚好能全部放入车厢。 至此,今天的买买买告一段落。 他直接开着小货车进了小区,停在公寓楼下,然后下车锁门。 公寓里面,长南的落地玻璃窗已经全部换新修不好,被损坏的家具撤走了,损坏的地板也被撬走了,今天正在铺设新的地板。 装修的师傅是游风找的,是个经验十足的老师傅,从前游风反起公寓就是找他拉的装修队,对方做事周到也不漫天开架,玻璃窗和地板都是让他带买的。 公寓里两个人在忙碌,游熙和对方打了声招呼,将刚刚在住宅区门口小超市买的香烟和饮料递给对方,表示今天自己有点事,今天就先坐到这里,明天继续。 对方虽然奇怪,但主人家都这么要求了,自然很快收拾了东西离开。 他给凡奇打电话,表示自己今天住自己公寓这里,因为有个画稿要赶,明天再回去。 能住吗?凡奇不太放心。 能住,窗玻璃都换好了,地板也换好了,等明天新家具到了,就能全部弄玩。 那行,有事打给我或者你爸,晚上睡觉把门窗锁好。 凡奇叮嘱几句,虽然还是不放心,但女儿毕竟已经独立一年多了,她担心的那些也只是自己瞎操心。 挂上电话后,游熙进了新屋,看着新屋里面空无一物的浅灰色墙面和地板,伸手轻轻摸了下,入手冰凉,磨砂质地,手感非常好。 游熙心念一动,原本被她塞进新屋仓库,今天购买的所有物资瞬间出现在新屋里面。 她早就注意到了,新屋虽然面积只有20平左右,但是它里面的高度却有8米以上,除了不能保鲜和不能随拿随放之外,是一个临时储存物资的好地方。 之后,她又陆续拿一些其他物品类的储物箱出来,直至新屋仓库空出大半,她才下楼再次把小货车的东西都挪进了新屋仓库。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整理时间,今天刚买的60桶水,只在新屋仓库放入10桶,其余的就搁在新屋里。 因为,它原本还有点存货,5L装的大约15桶,550毫升的大约3、4箱,加起来足够了。 今天购买的衣物鞋类、发电机、充电宝和10个水桶全部放在新屋不动,新屋仓库里原本的蔬菜水果与肉蛋鲜奶和鲜海鲜外卖位置不动,今天新购入的奶茶、炸物、冷冻肉类、冰激凌也各自在仓库里归类归位。 其他新买的方便类食品、饮料、糕点类选择适量放入。 装抢制的箱子放入,装黄金钻石玉器的箱子拿出,取四根300克的金条和两枚钻石戒指放入仓库架子,够用几颗。 末聊,它看着叠起的桶,想了想,觉得还是把准备做足一点。 于是,它在楼下厨房和浴室分别接了几根软管同时储水,打算直接储完水再塞进去。 反正它每次进了末世世界第一件事就是储水,还不如在原生世界做好准备。 等放水的间隙,它再次进了新屋,换出新屋商城。 商城里面东西依然不多,玄幻类的还是三种,科技类的商品多了四、五种,依旧是奇奇怪怪女生用品的名字,好几种作用都挺鸡肋的。 最后,游吸眸光一亮,锁定了两种。 修复粉底液,浓缩旗舰款,治愈范围,各种窗口外伤。 售价,十星币。 紧默示世界生效。 顺洁卸妆油,十次使用,脸部涂抹后可瞬间清洁全身。 负面效果,油光满面。 售价,三星币。 很显然,修复粉底液类似于医药用品类,可以治愈外伤,从这个定价来看,效果应该很好。 顺洁卸妆油有代替洗浴清洁的功能,不过从售价和负面效果来看,似乎有点雷。 他最后购入一支修复粉底液,入手约久,十厘米长,圆柱体状,有悬盖和挤压口,看起来和普通的粉底液没什么两样。 之后,他再次补充了一瓶高温香水,此时还剩余星币260。 他把目光落在强力抗糖丸和控兵技能上。 强力抗糖丸使用次数有上限,自然是将身体素质锻炼得更强,再使用下一颗会更加核算。 而控兵技能这么贵,估计效果会很惊人,只是购买的话,他的星币会消失大半,他又会变成穷人。 大概是他在这两种商品之间犹豫的时间太长,形物居然主动出生了。 控兵技能生物植入需要24小时,且需要3-7天的恢复和适应期。 游戏。 这么长时间的恢复期都等于一台小型手术的恢复时间了。 弄了半天,这不还是科技? 他还真以为是像玄幻小说里面的那样,一秒激发。 于是最后,游戏什么都没买,决定等今晚确定漠视类型和难度之后再看。 可结果,第三个漠视世界,难易度,中,世界类型,漠视,种类,中,世界身份,被辞退的公司助理。 世界时间,前48小时,世界任务,一,完成可获得30星币,二,存活一个月完成可获得100星币。 世界任务失败,死亡。 妹的,啊,到底是什么呀? 世界类型不知道就算了,连第一个任务都不知道,他这还能回得来吗? 游戏一巴掌拍在黑色大门上,你是网络不好吗? 宿主,请控制情绪。 再控了,主动刷出的世界任务能换吗? 不能。 非常迅速地回答,完全暗灭了游戏的希望。 所以这就是任务难度提升的原因,因为讯息不全。 是,除了呵呵,游戏无言以对,然而木已成舟,不去也得去。 唯一庆幸的是,世界难易度是终极,只比上个丧尸世界稍稍提升,以他如今的身体素质,只要他自己不慌,应该不至于太难应付。 而且,这次多了个世界时间,也就是进入后他有48小时的安全时间,或许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把漠视原因找到。 他用手机邮箱设定了一条明早会自动发送至邮封工作邮箱的的信件,如果他平安回来,会把这封邮件取消。 万一,那么他们会收到他留给他们的钱和意外猝死的保险单。 零点整,将所有需要物品放入新屋仓库的游戏开始穿梭世界。 恢复意识的时候,游戏感觉手里坠重,他下意识松开双手,将手里的东西松开。 砰! 一个沉重的纸箱落在他脚前的地面上,游戏抬头看了眼四周,发现自己置身一间电梯内部。 面前的数字正从19跳到18,然后是17。 电梯里只有他一个人,光洁的电梯门映出了他的脸。 约莫是30岁左右的他,脸色有些憔悴,黑眼圈很重,一看就是长期处于亚健康的疲劳状态。 他穿着很常见的深色系OL套装,长发盘起,戴着黑矿眼镜,脚下是一双高跟鞋,肩上还跨着一个文件包。 面前的纸箱里都是一些私人物品,水杯绿纸笔纸之类的,还有笔记本电脑之类的东西,杂七杂八堆满了纸箱。 世界人物的身份是被辞退的助理,所以现在是他刚被辞退的时候吗? 他眼下所在地不是个好地方,游戏忍耐着没有去分析脑中多出来的世界设定。 等到电梯抵达一楼,他重新爆起纸箱,快步走了出去。 这是一栋很大的商业大厦,落地玻璃明镜,大理石地面光洁,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办公地点,一般这样的商业大厦附近都会形成商圈,会有一些咖啡厅茶座之类的地方。 他走出大厦,天空蔚蓝,阳光明媚,温度适宜,空气里似乎带了点微微的潮心气。 大厦正对面就有一排茶座之类的商铺,他随意选了一家人少地走进去,在靠窗的角落处坐下,然后开始消化脑中的世界设定。 这次的世界人物背景非常简单。 30岁,孤儿,独居女性。 大学毕业后就来了这家公司当文员,被辞退前的职位是主任助理,被辞退理由是市场不景气,需要缩减员工。 工作能力不算出色的他,变成了第一批被辞退的员工。 但游戏明白,这类公司说着市场不景气,要缩减人员,实际上是因为他在公司工作多年,工资和待遇累计攀升。 同样的工作内容,远不如请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的核算。 不过就算知道也没什么好争辩的,这个世界人物设定性子软和,自认工作能力一般,被辞退并不意外,只是人到30突然失业,感觉茫然罢了。 刚才他在空气里闻到的潮心气并非错觉,这是一座很发达的海港城市。 所以一年四季的温度都很适宜,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如今是冬天,白天温度在15、60度左右。 世界发展水平慢于原生世界,仍是纸币和信用卡的时代。 服务员上前递餐单的动作打断了他的思绪,游戏随意点了一杯热拿铁。 对方笑了笑,收了餐单,给他放下一杯水。 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之前世界人物每天也都会上网,从未见过有什么不对劲的新闻,所以他暂时看不出会是什么样的漠视。 靠海的话,海啸?不可能,遇到重复漠视的几率很小。 有山,火山?应该也不是。 地震?地震应该还算不上中等级的漠视吧,更何况,他记得漠视种类里面有个融字。 这个他有经验,这代表这次漠视是两个世界碎片融合而成。 目前所有的设定和背景都看不出问题,游戏决定先回住处。 离开咖啡馆后,他去了附近绿化公园的一个公共洗手间,此时是工作日下午两,三点,街上路人少,洗手间没有人。 他进了厕所隔间,将文件包里除了钱包、手机和钥匙之外的其他零碎东西全部倒入纸箱,然后将累赘的纸箱塞入新屋仓库。 世界人物租住的房子距离这里约有15、6公里,目前距离末世来临还有47小时,他不着急赶回去,所以不打算做出租,准备依照世界人物平时上下班那样坐地铁,为的是观察一下周围环境。 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叫海如城,因为是港口城市,所以在整个国家里面属于比较发达的城市,地铁建得很早,有多条海底隧道。 但也因为地铁大多建得早,地铁站显得很适陈旧,有些扶手电梯狭小,内部灯光也有些昏黄晕暗,总体感官不太好。 世界人物回家需要经过两个海底隧道,其中一段长2.3公里,另一段更长,要4.1公里,是整个海如城最长的海底隧道。 等过了海,还要转成地铁,最后还得步行一两公里。这个时间等地铁的人并不多,地铁上也有空位,游戏找了个靠栏杆的位置坐下,视线扫过地铁内部的路线图,新线路就线路,纵横交错的地铁线路密密麻麻的和蜘蛛网一样,就连海底隧道也有数条是交错的。 地铁内部也很陈旧,座椅和栏杆一看,就是已经用了很久的。 经过几个站点之后,地铁上的人多了一点,游戏查看路线,发现离开这个站点后,便会进入第一个海底隧道,总长4.1公里那段。 地铁门即将关闭前,有人加快脚步冲了进来,那人身高腿长,眼看着门即将关闭,静停也不停,直接两步跨进车厢,地铁门几乎贴着他的后背关上。 在旁人静一不定的目光里,对方却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地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游戏只看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但很快,她却感觉到刚才收回目光的方向有一道目光镇定在自己身上。 她错过视线,刚才贴着地铁门进来的男人果然正盯着她看。 对方戴着鸭舌帽,压低的帽颜挡住了她的眉眼,在她的鼻梁上留下倒影。 她看不清对方的脸,但即便这样,她也知道对方在盯着自己看。 她不认识对方,或者说世界人物不认识对方。 世界人物的记忆里面,她的人际关系很单调,每天两点一线,朋友也很少。 更何况,如果对方真的是世界人物记忆里的人,这会对方出现,脑中理应浮现对方的一些画面资料才对。 但什么都没有。游戏正疑惑时,耳边突然听见一种奇怪的声音,还没等她分辨出来这是什么声音。 原本横速运行中的地铁突然整个震动起来,那种奇怪的声音瞬间放大,是令人牙酸的枝嘎摩擦声,她甚至还能听见火花的声音。 整个人地铁里的人都因为突然的急刹车而产生惯性朝一侧倒去,因为大部分人都坐着,避免了跌倒,却没法避免撞在别人身上。 有人手里拿着饮料在喝,有人正在用耳机和别人视频,有人则在看电脑,一时间所有人手里的东西全部翻倒。 饮料撒了别人一身,手机掉在地上,电脑砸到别人脚,整个地铁车厢里一片混乱。 游戏身边的一个女生朝他身上冲压过来时,他眼明手快扶住了对方,同时视线微抬,发现斜对角的那个鸭蛇帽男人反应也很快。 他已经从位置上站了起来,单手扶着栏杆背靠车厢。 因为角度的问题,这一次他看清了对方的脸,20岁左右的青年,一张清秀精致的脸,眼瞳很黑,但他确定没有见过对方。 地铁停了下来,车厢里的人从面面相去到开始抱怨,不明白开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停车。 很快,地铁上的广播响了,是前面主驾驶司机的声音,他让大家不要慌,前面轨道发生了一点小问题,暂时得在这里停下,表示之前那个站台的相关人员已经知道了这里的情况,会马上赶过来的。 小问题?什么小问题需要停车?这里可是海底隧道啊?不会是隧道出问题了吧? 哎呀,早前就有人反应过很多次了,说这条隧道时间太久,年久失修,还不停线维护一下,早晚要出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应和这句话,他们头顶上方,突然传来噼噼啪啪的军烈声。 那种声音很沉闷,但在这个时候响起,却令人感到头皮发麻,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什么声音。 砰,随着第一块重物的杂落声,车厢里的人很快惊慌是错起来,纷纷朝远离声音的车厢角落壁去,但顶部均裂的位置显然不止一处,重物杂落声变得密集起来。 游戏你没看着顶部,世界人物记忆里有对这条海底隧道的了解,隧道是早期用城管法造的,当时防范措施做得很好,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真有问题,但也不太可能啊,距离末世来临还要47个小时,怎么会这么早。 车厢的动静打算了游戏的思绪,大概是车尾的另一个副驾驶司机得到了通知,此刻正重新开动地铁,打算退回隧道那一头的站台。 可众人提着的心还没放下,车厢顶部突然传来巨大的声响,随着一声重击,整个车顶都凹下去了一块。 有令人牙酸的嘎吱声和混凝土快掉落的沉闷声混在一起,此起彼伏,才刚刚驶动的地铁被卡住,被迫停下。 几乎所有人都惊恐地低呼起来,车上的广播再次响起,是另一个副驾驶司机的声音,让众人立刻有序撤离到车尾方向,并且表示救援人员正在快速赶来,让大家不要慌乱。 话虽如此,但众人怎么会不慌,这可是在海底,上方又崩塌了一段,谁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车厢内地面平坦,游戏脱了高跟鞋,快步跟着其他人一起朝后面撤,不管他如今身体素质有多强,如果隧道真的塌了,他估计也难逃升天。 那个鸭舌帽青年就落在他身后半步距离,手臂危张,有意无意地阻挡了后面想要推丧的人。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刻意保护他,事实上游戏根本不认识对方,但逃命时刻,他顾不得多想。 还好,众人撤离时没出什么问题,加上原本车上人就不多,很快整辆地铁上的人都撤到了最后一节车厢,副驾驶员听从救援队的指示,开了车门,安排众人全部站到地铁轨道旁小道上。 游戏知道下来的路不好走,他打开身上的文件包,借着包的掩饰,取了双皱皮平底鞋出来。 他没拿旅游鞋,旅游鞋太大,文件包没那么古,他拿旅游鞋出来一看就有问题,平底鞋就好多了,软塌塌一双,包里正好能放。 他换上鞋,发现鸭舌帽青年还没下车,似乎在等自己。 他没说话,挤不下车,跟在众人身后。 一行人没走多久,他前面几个位置处突然有人叫了起来,有水,有水,这里漏了。 很快,他周围几个人都朝旁边避去。游戏将开着的手机电筒朝顶部罩去,上面真的在漏水,虽然水量不大,但区域很大,顶部并没有泵裂痕迹,也不知道水是从哪里渗下来的。 他很快朝旁边躲开,但因为漏水范围太大,他仍不可避免地被滴到一些。 游戏又闻到了那种潮心气,比起下午在空气里闻到的浓重了很多,似乎是这水的味道。 真奇怪,就算是海水也不该有这种味道吧。 众人很快走过漏水区域,前方不远处隐隐约约亮起了灯光,走在前面的乘客惊喜地说道,是救援队的人。 得救了。 前面来的果然是救援队的人,还抵碎到他先是大事,人来得很快。 有人问过驾驶员情况后立刻在前面带路,有人在队伍中断帮着打灯照明,查看有无受伤的人,也有人带着像是技术人员的人朝他们身后出事的地点去。 游戏回头看了那几人一眼,再次跟上队伍。 两个小时之后,离开地铁站,打车绕行了很大一个圈子的游戏,终于返回了世界人物租住的房子。 虽然海底隧道除了地铁,也有让普通车辆通行的区域,但他心有余悸,不想再走一次海底,宁可绕远路。 这套意外,发生的时候惊险万分,总让他怀疑像是某个可怕事件的开头,可后面的撤离却正常有序。 大概是待了两个漠视世界,明明安全撤离才是一般情况下会发现的事,但他总觉得不应该。 哪里不应该呢? 面前的小区不算新,也不算很陈旧,地段不是很好,离闹市区远,但是租金便宜,而且一个人住很清静。 因为世界人物的性格设定是内向不爱交流,所以他宁可每天上下班,花费两个多小时在路上,也不愿意跟人合租离公司进的房子。 一走进小区,所有和房子有关的设定都自动从脑海里跳了出来。 房子不算很大,在四楼,一室一厅一厨一味,朝南还有个小阳台,没封玻璃窗。 对游戏来说,不跟人合租是好事,否则这回他只能另找地方住了。 已经晚上六点多了,游戏准备先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再吃饭。 经过下午这场意外,他鼻尖总是萦绕着一股若隐若现的潮心气,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难道因为他体质五感都增强了,所以对海边城市空气的味道这么敏感吗? 他经过客厅,顺手开了电视,调到本地新闻一台,然后直接从空间里取出一套棉制长袖居家服,进了一旁的浴室。 但是,他取下没杜树的黑矿眼镜,将头发解开,打算洗头洗澡,手去拉淋浴间的门时,只见不小心在尖锐的铁片上滑了一下,立刻拉开了一道小口子,伤口不长,但是很深,鲜血立刻渗了出来。 因为事情发生得太快,游戏还没怎么感觉到疼痛,另一种让他头皮发麻的感觉却压过了一切。 真的是头皮位置有些麻痒,一点点从发心位置朝额头位置蔓延,就像是什么东西在移动。 游戏手臂上的汗毛全部竖了起来,可能普通人感觉不到,但他却能清楚感觉到那种很细微的移动。 他立刻取出电筒,对准头皮处罩去,同时靠近镜子。 大概是受到强光影响,那种细微的麻痒感在发际线处停了下来,他定神看去,在他发根处,有一条极细极细的黑线,那线只比他的头发粗了些许,约一厘米长。 如果是天生发质较粗较黑的人,可能根本分辨不出两者的区别。 不,这不是线。 他在蠕动。 这是,虫。游戏汗毛倒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他想将虫从头发里捏出,可踩一抬手,发际线上的细虫又开始扭动,这是,因为血的味道。 他看着上面的伤口,迟一数秒。 他的直觉一向很准,此刻的直觉告诉他,这样的伤口最好不要接近这条黑色细虫。 他割下电筒,快速从新屋仓库取出修复粉底液,打开盖子,直接朝伤口处挤压。 挤压出来的液体是乳白色的,略浓稠,有一股清淡的药香,他用指腹将液体抹开,两三秒的功夫,那刀划伤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点点收缩,然后彻底愈合。 游戏。 虽然知道,十星币买的东西效果不会差到哪里去,可这愈合速度也太快了。 有了这东西,什么云南白药点酒消毒酒精,全都用不上。 伤口愈合,血腥味也消失了,他觉察到发际线上的细虫再次平静下来,浮在那里一动不动,和头发没什么两样。 他用力扯下细虫,还连带了几根头发,将它丢在水槽里。 细虫贴着水槽光滑的表面如动几下,白色的瓷面上扭动的黑色细虫,看起来有点恶心。 他打开水龙头,将虫冲走,可是鼻尖的潮心气却始终不散。 游戏有一个不好的猜测,他再次用手电筒对准自己的头顶,然后定神看去,下一秒,他瞳孔放大,立刻取过了淋浴房里的脸盆头,想直接对准头发冲洗。 可以想到水流带下细虫,流了自己满脸的酸爽,还是忍住了。 无感太强也不好,如果换做普通人,眼睛一闭连蓬头一冲,估计等洗完头都不会发现自己头上曾经有过这么多的虫子。 游戏忍着恶心,直接从心屋商城买了一瓶顺洁卸妆油,比修复粉底液要小一些,仍旧有悬盖和挤压口。 他直接挤在脸上,然后用手在脸上涂抹开。 瞬间,脸上的那层油状物立刻自动延伸覆盖至身体每一寸皮肤,这种感觉和使用高温香水三档以上时防护膜自动生效的感觉很像。 只是防护膜是连着衣服一起包裹,而这个瞬节卸妆油只覆盖他的皮肤,然后将所有原本停留在皮肤上的污垢隔离。 游戏看见落在水池里和衣袖上的一条条黑色细虫立刻光脚挑进淋浴间,他反手关上门,几下将身上所有的衣服扯落。 衣服真的是被他扯开的,这虫子让他太恶心了,一着急就忘记控制力度,套装和内搭的薄毛衣还有贴身衣物全部被扯开丢下。 他看见不断有黑色细虫落在他脚下的瓷砖上和衣服上,直至身上所有不适的麻羊杆消失,游戏踩光脚离开了淋浴间,他回头看了看里面那堆爬满细虫的衣物,直接取出高温香水,调到二档,对准按下。 二档的温度比正常温度略高,用在这足够了,鹰雾连带虫子一起燃烧起来,他持续喷了好一会,直至鹰雾连带虫子全部被烧成灰。 接着,他打开淋浴开关,关上淋浴间的门,让清晰而下的水冲掉瓷砖上的黑灰。 淋浴间外面的地砖上也有几条扭动的黑虫,他放下马桶盖,光脚蹲上去,用高温香水对准每个有黑虫的位置清理。 幸好这是在浴室,地面墙壁都是瓷砖地砖,也没什么可燃物,他仔仔细细彻底清理了一遍,瓷砖上被撩着的一片焦黑,但总算把所有细虫都消灭了。 温西仔细闻了闻空气,那股从地铁站离开时,就一直萦绕在他鼻端的潮心气味消失了。 这说明,这间房间里已经没了那种黑色的细虫,当他下午走出大厦时,曾在空气里闻到过同样的味道,这是不是代表这种虫子外面已经有了? 会在哪里?水里?草地上?还是,其他人的身上?温西穿好衣服,换了双青变的软底鞋,才刚刚走出浴室,就听见熟悉的声音在脑中响起。 世界任务一,躲避寄生危机,安全抵达家中已完成,宿主获得30星币,星币数285,这是,那个贝,的世界任务。 虽然温西知道,一般情况下,第一个任务都不算太难,但这样误打误撞,就完成了第一个任务,还是让他很高兴,至少死亡威胁减弱了一半。 之后,他只要专心活过一个月,就能活着回原生世界了。温西想了想,有些感叹,新屋,其实你是好系统吧? 现在想想,无论是最初抽奖,还是后来每个漠视世界前商城里新解锁的商品,都恰好是下一个世界需要的。 他去海啸和低温漠视时,抽中了高温香水。 他去丧尸漠视时,商城出现了空气垫吹风这样的高攻击力商品,虽然使用起来的效果可能有点一言难尽,但那只是因为丧尸抱头比较恶心,杀伤力是无可挑剔的。 然后便是这次,可以置于任何伤口的修复粉底液,还有可以瞬间清洁一切污垢的瞬洁装油,要说新屋系统一点水都没放,他自己也不太信。 而且,他现在知道了第一个任务的内容,加上刚才的事件,反向推测一下,很容易就能得出一些很有用信息。 首先,系虫出现应该和隧道里的漏水有关,虫子随水附身人体,沾上之后很难觉察,哪怕是他也没有第一时间觉察,虫被血液吸引后会瞬间活动起来。 但这条信息的最后一点推论出来之后又被他自己推翻。 不对,他记得,他们这批乘客里面当时也有人受伤流血了,虽然不严重,但以虫子的驱蟹性早就应该有动静了,他也不至于到了现在才觉察。 或许,是不是有可能,当时滴落的水里,虫子尚未醒来? 幼虫,会是虫软吗?这个可能性很大。 第二个信息,驱蟹性有可能会让细虫从伤口处钻入人类身体,是否因为这样寄生不清楚,也可能是通过其他方式。 但细虫寄生一定会让人体产生负面变化,否则,避免寄生危机就不会成为末世世界任务之一。 最后,这次海底隧道事件大概不是这虫子第一次出现,因为它下午离开大厦时闻到了同样的潮心气。 如此看来,这个世界的水资源,海水或是淡水已经有了被污染的可能,再推测下去,或许一些食物也都不安全。 末世尚未开始,但末世会有潜伏期。 这应该是个寄生危机的末世,或者是虫灾末世。 目前,它更偏向前者。 至于黑色系虫寄生人体后会引起哪些负面变化,还得后续再观察,可能是灭顶之灾,也可能是其他方面的。 幸好它考虑充分,在原生世界放满了石桶水,也就是五吨净水,还有足够它饮用的纯净水,再加上顺结卸妆油,撑过一个月完全没问题。 至于满脸油光这个负面作用,在虫子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游戏分析完毕,将客厅的电视声音开响。 正好是晚间新闻时间,像海底隧道出现塌陷这样大的事件,一定会上本城新闻。 可它等了半个小时,换个数个本地频道,都没看到有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报道。 这个世界的网络传播还没有像它原生世界那样形成一种普遍现象。 周围如果发生点什么事,众人第一反应就是去看新闻,所以当时在海底隧道里发生意外时,并没有人立刻拿出手机拍摄。 新闻和个人都没有以媒体形式传播,事件自然而然地被压了下来。 但如果只是一则隧道塌陷地铁意外被困事件,为什么没有被播放出来? 反向推测一下,看来海如城高层那边已经有人知道了什么,才会压下新闻。 刚才被虫子恶心到了,晚上游戏不太想吃肉,最终取了一杯水果茶,一份黄米粮糕和一份杏仁豆腐出来。 唯有甜食,可以打败虫子恶心后遗症。 简单吃了一点,它一边喝水果茶,一边用手机上网查相关资料。 刚才那虫子的模样让它第一时间想到了铁线虫,但铁线虫都是生活在淡水域里的,这里是海边城市,而虫体的大小和习性也完全不同,铁线虫没有驱泻性,只有驱水性。 所以,基本上可以排除是铁线虫这个可能。 查完资料,依然一无所获。 倒是浏览了无数张类似细虫的图片,眼睛和心理都承受过多,感觉自己似乎有点免疫了。 9点半,夜间新闻开始了,这次倒是出现了海底隧道的新闻,不过内容是因为隧道年久失修,所以从下午起就一一开始封闭了几处地铁隧道和行车隧道。 这是通告类新闻,为的是让城市居民选择其他路线出行。 10点,游西定了一个6小时的手机闹钟,打算休息一下。 他关紧所有门窗,认真检查了一遍水龙头,这才合一躺在沙发上,从新屋仓库取出熔毯盖上。 睡得迷迷糊糊之际,他听见大门外有奇怪的声音,危机意识让他迅速清醒,视线披过手机,凌晨一点多。 无论门外的是谁想干什么,这个时间点都不会有什么好事。 他将自己的东西丢进新屋仓库,从里面取了把半字动手抢出来,然后迅速进了卧室,在床上用被子做出有人睡觉的样子,再躲到房间门后。 片刻后,所发出嘎啦的声音,显然被人打开了。 有两道呼吸声一前一后进了屋,一道留在客厅处查看,另一道则直奔这间唯一的房间。 那人在黑暗里悄悄摸进房间,光现在暗游戏也看得一清二楚。 对方从口袋里取出一块毛巾,迅速朝床上的人捂去,觉察到手感不对劲的时候,后颈处已被人重重一击。 游戏夺过他手里的毛巾,捂住了他的口鼻,让被抢脱击昏的人再昏迷得更深一点。 他丢下毛巾,再次躲到门后,在第二个人进来时,直接用墙口对准了他的太阳穴。 敢动一动,立刻没命。 他打开了墙的保险,从他口袋里找出剩了迷药的毛巾丢到一旁,然后一脚踹在他腿弯处,将人置在地上。 说吧,哪里来的,来干什么? 你是谁? 结果,对方却惊一不定地反问起来,你不是游戏,游戏只是个很普通的公司职员。 他在哪里,我得立刻把他带回去。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他在哪里。 游戏顺口接了下去,但对方不傻,且受过专业训练,哪怕游戏用墙口抵着他的头,他也没有透露过多讯息,只表示他没有恶意。 游戏今天坐的那趟地铁出了点问题,他把他带回去也是为了他好。 对方没有透露的那部分,其实游戏都已经都知道了,反倒是他透露的这些是他刚好想要知道的。 所以,对方是某个组织,或者干脆是海如城高层那边派来的,他们正在找所有今天下午经历过海底隧道事件的乘客。 当时地铁上那么多人,要在这么短事件里了解清楚,众人的姓名长相地址工作甚至一些生活特性,不是普通组织能做到的。 对方说的倒是好听,可如果没有恶意,又怎么会三更半夜带着米药摸进门? 不管对方的目的是什么,检查研究,还是抽血观察,用这种方式带走的人都不可能再回来。 你走不了的,我们楼下还有人,整个小区都被监控了,不如你告诉我游戏在哪里,我放你走。 游戏文言冷笑了声,在用抢托击婚他之前说道,我就是游戏。 十分钟后,没见到人出来,又等不来回应的人冲上了楼,他们找遍全屋,除了房间里被打昏的两个人,屋里再没第三个人。 之后他们调出小区监控,却没有拍到对方离开。 这个小区只有一处大门,其他围墙都很高,且都有监控,就算他翻墙出去,应该也会被拍到。 几人在小区各处秘密搜找了很久,都一无所获。 天亮之后,小区的居民开始起床上班,他们在门卫视里监视每一个人离开的人,他们知道他长什么样,无论他怎么伪装,他们都能把他长出来。 一个时期,八岁,身高过一米八的大男孩,背着一个背包,随着上学上班的居民走出小区。 他一路气定神闲,一边吃早饭,一边在小区对面的公车站等了十分钟,然后上了其中一辆公车。 男孩在最后排找了个位置,将背包取下放在旁边,然后继续啃手里的鸡蛋灌饼。 伪装口红车时效还剩下十八个小时,还好,这只伪装口红是第一个任务前抽奖得到的,正好剩下一次使用机会,不需要他花新币再买。 十八个小时,他得盘算一下去哪里找适合落脚的地方。 黄昏,游戏站在百叶窗的后面,轻轻拨开一点叶片,从阴影处观察外面的情况。 四车道的斜对面就是他这个世界人物所居住的小区,清晨他坐公车离开之后,又悄悄返回了这里。 他还是比较相信那些老话的,比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当然,他也起过离开海如城的念头,但这里地理条件特殊,想要离开去其他城市,必须借助交通工具。 要么坐船,要么坐飞机,火车,货车,或者自驾车也可以离开。 公共交通工具他现在肯定做不了,使用伪装口红后,他的形象和证件上面的模样不匹配,但等到恢复本来面目再走,他又怕会被拦在上车或是上飞机前。 自驾车没有这个问题,只是想要真正离开海如城到另一个城市,必须得过穿山隧道。 这条穿山隧道总长度为55公里,隧道向上的山体足有2000多米高,在这种漠视里面,尤其在他经历过海底隧道的崩塌之后,听着就不怎么安全。 至于自己攀山离开,当他脑海中浮现周围那些陡峭的山壁时,这个念头只闪过一瞬就作罢了。 本来就是全球性的灾变,无论他去哪里都避免不了,所以一栋不如一镜,还是原地储备体力,静观其变吧。 后来事实证明,他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是一栋12层高的商用楼,他目前在6楼,一家规模颇大的24小时网吧里面,网吧可以过夜也有包厢。 他是在网上查到这家网吧内部包厢的图片才决定来这里的。包厢有窗,正对着马路,视野不错,里面除了电脑,还有电视,宽大的沙发和洗手间,过夜完全不成问题。 他到这里的时间是中午之前,原本想看看没有身份证明能不能进来,毕竟他的脸和证并不一致,如果不行,他再想其他办法。 结果他很顺利就进来了,之后,他交了两天的费用,未免对方怀疑,还顺带买了一堆桶装泡面,各种小吃零食以及饮料。 包厢里面就有可以加热的饮水机,也因此,即便之后两天他都在包厢不出去,也不会引人怀疑。 毕竟他现在的形象是个年轻男生,男生在包厢沉迷网络打游戏,合情合理。 进入包厢并且叫门繁琐之后,他率先检查了一下四周,查看是否有摄像头。 他知道有些网吧包厢会有,但这毕竟是异世界,世界常态总会有些细微的不同之处。 他取出自己原生世界的手机,里面有可以检查是否有隐藏摄像头的APP,房间到底安全不安全,扫一遍就行。 还好,包厢里没有摄像头,一切正常。 他凌晨一点多醒来之后,就一直没再睡过,这个世界看似安定,前期给予了48个小时的相对和平期,但其实危机处处,一点都不轻松。 他落下百叶窗,去洗手间解决了生理问题,想要洗手时突然想起什么,只开了水龙头,并没有伸手去碰水。 干净的水流出,并没有奇怪的味道,但保险起见,他还是取出免洗洗手液,将手清洗干净。 之后,他将椅子搁在锁上的门后,取出熔毯,靠在沙发上小睡了一会。 傍晚,游熙在闹琳音里醒来,包厢内一切正常,他拿起手机打开自拍功能,屏幕上的人已经恢复了世界人物的本来模样,他30岁时的模样。 他走到窗边查看外面情况,斜对面小区门口的马路上,依然停着一辆车身全黑的SUV。 虽然车门车窗都紧闭,但他知道里面是什么人,这车从他早上离开小区时就已经停在那里了,中午他刚进包厢后也看到过这车。 对方大概是判断他还躲藏在小区里面,毕竟一直都没见他出来过,而且除了手机、钱包和相关证件,他没有带走世界人物的任何物品,所以他们依然不死心守着。 也或许会在小区里面开始四处找他,或者妄图用手机定位来找他,但没有用,世界人物的手机早在昨晚就被他丢进新屋仓库了,只要他不取出来,他们永远都定位不到他。 游戏观察完,确定没有异常,便坐下来吃晚饭。 他取了一份炸年糕和一碗香辣牛肉粉丝汤出来,还有一份杏仁豆腐当作甜品,他的胃口还没完全恢复,暂时只能吃点小婚。 炸年糕和那天在店里吃的口感一模一样,Q弹软糯,牛肉粉丝汤麻辣鲜香,每一口都是享受,杏仁豆腐,带着丝滑的奶香,还有一点点淡淡的甜。 吃完之后他胃口恢复了些,又拿了一盒榴莲肉出来啃。 这是最好的金枕头榴莲,口感绵软,甜而不腻,因为冰镇过,还带着丝丝的凉,一口咬下去像吃冰激凌一样。 他一边啃,一边用包厢里的电脑上网,查看本城新闻。 没有海底隧道塌陷,地铁出示相关的新闻和视频,也没有跟黑色系虫相关的新闻,甚至都没有出现虫子。 他不死心,从近两天的新闻慢慢的一天天朝前推,企图从各种混杂的消息里寻找和拼凑出有用的讯息。 五天前,一则某海边施工地上一众工人互欧群斗的新闻从他视网膜上滚过,因为海边工地几个字,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视频里面,记者及时赶去现场拍摄,群斗的几个人看起来都是建筑工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起的冲突,他们情绪都特别激动,从偶尔几个脸部特写的画面可以看出,争斗双方都已经斗红了眼,彼此互不相让。 哪怕旁边有其他建筑工人和赶制现场的警方拽着拉着,斗殴的几个人一时也都拉不开。 直至后来,斗殴的人开始借助工具,用砖头砸,甚至有人捏起钢筋筒刺。 场面变得混乱,警方求助增援后,才把场面控制住。 最后,记者在某个警局外面做后续报道,表示闹事斗殴的几人已经被拘留起来了,后期可能会面临刑法,至于他们争斗的原因事件上还在调查中。 游戏算算时间,五天前发生的是,这几个人应该还被关着。 他在往前翻,又在翻到另一条新闻时停留片刻。 这是八天前的新闻,是某条山体下水道年久失修暂时封闭的通告,很小的一条,甚至没有配图。 但年久失修和暂时封闭几个字让他下意识想起了昨晚的夜间新闻,明明是他现出世的海底隧道,却以年久失修来处理的。 他反复看了这则纯文字的新闻鼠遍,内心做了一下大胆的猜测。 或许在这个下水道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相关人员来调查,因为事情蹊跷,第一次发现或是早有准备不是第一次发现,于是封闭了下水道,并且做了模糊焦点的处理。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新闻,目前都只是他的猜测而已。 或许一切谜底,要等到48小时相对和平时间结束才能揭开。 如今,距离安全时间结束,还剩下18个小时。 晚上11点,停在对面小区外的黑色SUV终于离开了,不知道是放弃了他这个可实验对象,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为了明天下午48小时实现的来临,游戏决定再睡一会。 睡觉之前,他脱了衣服,取出顺洁卸妆油,去了洗手间洗澡。 虽然才第二次使用,但他已经喜欢上了这种瞬间隔离掉全身污垢的感觉。 他今天停留在外面的时间不长,身上也没有任何新的伤口,但他就是不放心,身处这样的末世里,每天使用一下顺洁卸妆油,只是为了让自己安心。 果然,使用之后,脚下只有一些很细微的皮屑,连脏污都没有。 游戏满意了,领着满脸油,重新换上干净的短袖T恤和运动服套,然后取出熔毯,设好闹钟闭上眼睛。 这个晚上他依然睡得不怎么踏实,总归是在陌生的末世世界,加上听力太好,半睡半醒间,总时不时听到远处似乎传来杂东西闹事以及争执的声音,就像是有人情绪崩溃,目骂打闹。 但因为声音都在远处,所以他没有让自己完全清醒过来。 剩下的时间不多,他得抓紧时间休息。 直到后来,他被近处的争执声吵醒。 他睁开眼睛,取过手机查看,早上六点不到。 争执声是从包箱门外传来的,事发地应该就在网吧里面。 他轻而听了一会,很快弄清楚了两人争吵的原因,他们是从海如城隔壁的连城过来旅游的男女朋友,原本女生准备昨晚就回去的,但男生还想多玩几天,于是女生答应留下多陪他两天。 昨晚两人和人约了游戏,于是暂时退了酒店,在这家网吧包了一个包箱,准备游戏过夜。 然而不久之前,女生刚刚接到连城公立医院电话通知,表示她的父母深夜被附近一场威胁事件波及,居处的玻璃窗被汽油弹砸中,造成小型爆炸和起火事件。 她的父母亲均有受伤,尤其父亲,为了保护母亲受伤很重,现在正在医院里动手术。 女生一听就慌了,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和男生吵了起来。 砰,外面开始传来众被砸的声响,网吧里的其他人都被惊动了,听脚步和呼吸声,留在网吧里面过夜的大约有十多人。 游戏想了想,起来戴上口罩和棒球帽,打开包厢门出去查看情况。 这间网吧和大多数网吧一样,进门之后是个很大的厅,在巢里有两条走廊,走廊两边都是包厢,中间也有无窗的小包厢, 她因为想要沿马路和靠窗,所以要的是价格比较贵的大包厢,为了整条走廊的最理侧。 最初起争执的声音是从走廊靠大厅处的包厢响起的,后来声音吵着吵着离开了包厢,如今两个人都在大厅处。 其他人也都围在那里,包括网吧的职业人员,没有人留意到游戏的出现。 也不知道是谁先动手砸的东西,游戏站在走廊口时,发现电脑屏幕已经被砸碎了两台。 网吧职业的人员不是她中午见到的那个,应该已经换过班了,对方起先还劝架,如今一脸愤怒,回头吩咐另一个坐在收音台后面的职业人员报警。 旁边站了一圈看热闹的,也有人上前想劝,结果被女生随手拿起一个杯子砸了过去。 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情绪激动,眼白有些泛红,整个人看起来极其愤怒,脸上表情完全扭曲起来。 她一边尖叫,一边用力砸东西,已经不像游戏最初听到的那样,还能有条理的说话,她似乎完全陷入了某种极端的情绪,让她莫名想起昨晚那则工地斗殴新闻事件里的几个男人。 他们当时也是如此,不管旁人怎么劝怎么拉,都像是和对方有血海深仇一样,死活都要和对方斗在一起。 那男生起先还和她吵,现在却被对方连续疯狂砸东西的模样吓住了,她喊了生女友的名字,尝试着道歉,可对方却突然冲过来似乎要掐她的脖子。 幸好旁边即使有人将女生拉住,可即便被拉扯住,她依然挣扎个不停。 游戏一拧起眉,不对劲,不光是女生不对劲,空气里的气味也不对劲。 她又闻到了那股潮心气,这里有黑色细虫。 奇怪,明明之前来网吧的时候还没有闻到。 游戏再次细细分辨了下,最后将目光落在女生身上。 那股潮心气是从她身上传来的。 游戏开始上下仔细打量对方,最后在她耳朵下方发现了一道即将痊愈的细长伤口,大概因为没怎么出血,对方连窗口贴都没有用。 她脑中闪过一连串的画面,有新闻里出现的画面,也有自己亲眼所见的场景,那些凌乱的混杂的讯息此刻似乎正一点点自动拼组和串联起来,想要告诉她一个整体的讯息。 那个讯息呼之欲出的时候,她的思绪被赶来的两个警察打断。 对方形色匆匆,满脸眷容,看起来似乎一夜没睡,一直在工作。 不知道是因为特别有经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们看到女生这模样,只问了旁边人几句话,甚至都没有和男生交流,就直接取出电机棍上前。 他们一个控制住女生,另一个将其击倒。 女生抽搐了几下,原本狂躁发怒的模样慢慢平息,她身体一软朝下倒去。 她的男朋友在她倒地之前冲过去接住了她,一脸恍然又恼怒地看着两个警察,你们干什么? 她只是因为父母出事和我吵架。 就算从前没见过警察处理类似事件,她也明白对二话不说,取出电机棍就使用,这种处理方式并不正常。 对方没有回答,反而开始反问对方的身份信息和女生的关系,以及近几天去过的地方。 最后还问了一个在别人听来都不相干的问题,你们两个最近有受伤吗? 男生被对方凝重的神色和严肃的语气给吓住了,答道,没有,都没有,哦,我女朋友三天前不小心自己用指甲划了自己一道口子,就在耳朵这里,这算吗? 三天前,你们在哪? 三天前,我们还没出发,在连城。 两个警察听完,对视一眼,然后让男生带上女生,和他们一起去警局,处理这件事的后续。 一个警察临走了两人,另一个警察则留下,询问是否有人受伤,哪怕是在细微的伤口,只要出血了都要说。 如果现在不说,后期要是有什么麻烦,再想要赔偿,就不可能了。 按使然,众人对警察的说辞还是很相信,于是当下字字细细检查起自己来。 果然,又有两个人在刚才女生砸东西时被飞溅的碎片划伤,都不是很严重,只出了一点血。 那两人表示算了,这点小伤无所谓。 然而警察却表示不行,让他们和他一起走一趟。 之后他临时接了个电话,挂上电话后语气强硬了几分,希望对方配合工作。 那两人原本想刚几句,但被身边的同伴拉住,表示反正也没什么其他事,就去一趟吧,以免和对方起冲突。 最终第二个警察林林总总带走了两个有伤口的人,还有他们各自的同伴。 警察离开之后,众人好一会才反应过来,纷纷表示,这事总感觉有点奇怪。 你们觉不觉得刚才那女人好像不太正常,就像是发病一样? 丧尸知道吧? 一般感染了丧尸病毒前期都会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 卧槽,别乱说呀,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哈哈,我只是开个玩笑,要真有什么丧尸病毒,刚刚我们全部人都被带回去关起来了。 不知道谁说了这一句,结果说完后,却引发了片刻的寂静。 好一会,才有人语气不安地开口,那个,感染丧尸病毒也是需要条件的, 例如撕咬和血液接触,刚刚受伤的两个人被带走,你们觉得会不会? 快别乱说。 好好的,怎么可能? 外面的声音被游戏关上的房间门隔开,他反锁上门,直接打开电脑, 查看自己昨天看到过的某几条新闻。 他脑海中不久前被中断的各种信息碎片再次自动拼凑起来。 年久失修的山体下水道。 海边工地失去理智斗殴的建筑工人。 刚才的女生,警察的反常态度,这一整夜时不时响起的闹事声和争执声。 他记得,海如城地形特殊,三面环山。 这个环,是真正的环起,所以山的最边缘处,其实就在海边。 游戏翻查页面的鼠标突然停了下来。 找到了。 这是…… 电视屏幕里,连城电视台的早间新闻正在播放昨天半夜那则威胁暴乱事件。 现场很多人,十分混乱,感到现场的记者甚至没办法走得太靠前。 画面里,三、四人像疯了一样,对着一栋房子的某扇窗户不停叫骂,手里还举着东西威胁。 后来有人突然将手里的东西投掷出去,那东西撞上房子的外墙,碰得爆发出耀眼火光。 拍摄的人手抖了一旁,旁边有人惊呼,直到疯了疯了。 居然真的是汽油弹。 现场一片混乱,可那几个人不仅不害怕,甚至朝警方也连投数次汽油弹,很多人被波及到,最终警方不得不出动武警,以武力制服对方。 游戏看着记者拍到的某个人被制服后的脸,对方的眼白也呈现出反常的红色,哪怕被制服依旧带着扭曲和愤恨,全无害怕悔意。 他一点点凝起眉。 连城不是沿海城市,和他猜测的一样,全球性质的末世灾变,不会只在一个城市存在潜伏威胁。 他去哪都一样,可能运气好,会去到一个相对情况好点的城市,但也可能运气差,恰好去了一个情况更糟糕的城市。 游戏侧头,电脑画面正停留在他一个多小时找到的资料照片上,那是一张有人去回访建筑工人群斗事件时,在海边建筑工地拍摄的照片。 因为角度问题,拍摄时后面的山体也被带入了部分。 有一条被掩在山前树林间的小道露出了些许,小道的方向朝着山体的部分弯移而去,小道的路口竖着一个绿色小牌,上面画着一个排水口的标志和这个排水口的序号。 照片原本就不大,枝叶的遮挡加上颜色,普通人即便看到这张照片也不会留意到后面的牌子。 这年久失修的山体下水道,实际上就在海边工地后面,并且有个潮上的缓坡,走路可以直接抵达。 采访以文字记录,有人在这趟记者回访时提及了那几个建筑工人平时的生活,说因为缓坡潮上那一段比较隐蔽,他们在休息之余总喜欢躲在那附近打牌赌钱,但大家都是脾气不错,关系很好的人,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居然突然闹成这样。 游戏的判断是,那几人说不准是在什么情况下,曾经经过那个下水道,也或许就是在那时候,发生了和海底隧道一样的时间。 下水道不比地铁隧道,会第一时间将出事的消息传播出去,所以当某个组织派人调查并且封锁和模糊焦点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系虫已经传播出去了。 建筑工人突然情绪举止异常,情绪失控的女生身上有潮心气,她所住的城市连城又在差不多时间出现情绪失控制造暴乱的人。 还有昨天她听到的那些闹事和争执声,这是不是代表他们都已经被黑色细虫寄生了? 正常人因为一点事情突然失控,情绪里面愤怒的那部分被放大,克制力、理智不复存在,变得好斗无比,甚至要靠外力、电机棍才能强行平静下来。 简单来说,属于人类的部分减弱了,属于兽类原始的那部分增强了。 这应该就是黑色细虫寄生人体后带来的负面变化,通过两个新闻的时间比对,女生受伤和情绪失控的时间对比,大致可以判断中间的潜伏期在三天左右。 有些人的体内确实会有寄生虫,大多因为饮食不卫生所致,一般都是通过口鼻进入体内。 像这种曲血进入人体,还能改变情绪的虫子,光是想想就令人浑身发毛。 她估计这还只是初期的变化,后期会不会加重或者有其他变化目前尚不清楚。 从刚才警察的态度和举止可以得知,海如城有关部门高层早就已经知道并且应对过了这件事,但因为怕引起恐慌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暂时封锁了一切消息。 所以,海如城有问题的地方不止海底隧道,山体下水道也是,或许还有更多,其他城市也同样,哪里都不安全。 游戏看了看时间,距离和平期结束,还有六个小时。 和平期都已经这样了,等到和平期结束会发生什么? 是不是海如城如今已被寄生,却依然处于潜伏期的人会同时爆发? 黑色线虫的曲泻性是它的可怕之处,但也是它寄生条件的一种限制,同时满足身上携带黑色细虫、虫卵和有流血伤口这两点的人,才有被寄生的可能。 所以,这批人的数量应该不会太多,但一旦同时爆发,也足够造成恐慌了。 只是,似乎还达不到终极世界的难度。 这个时候的游戏并不知道,这场灾变,会以它完全预料不到的方式讨笑而来。 今天是个阴天,整个海如城上空,阴云密布,灰飞色的云层别坠在半空中,有种沉重的压抑感。 温度从昨天的15,6度降至7,8度,似乎将有一场大雨来临。 中午,雨没有来,风却来了。 狂风吹的人睁不开眼睛,路上的行人被动得瑟瑟发抖,有人实在受不了,看到前面有家小咖啡厅,忙走快起步,想要进去避避风。 然而那人才刚刚拉开咖啡厅的门,却突然咚了一声,倒在地上。 咖啡厅里的服务生正巧看到这幕,他不明所以地跑出去,想将人扶起来。 可结果他刚刚搬过那人的头,却发现他满脸鲜血,额头处不知道被什么砸破了,血还在不断朝外涌。 服务生被吓到了,反应有点迟钝,他注意到对方身边有什么东西,直至伸手将那颗鸡蛋大小的东西拿起,才发现这颗冰冷坚硬的东西居然是一颗,冰薄。 冰,薄。 他抖抖色色地抬头,正好看到一颗比手里更大的冰薄冲他当头落下。 冬了一声,服务生连哀嚎都没发出,就硬声倒地,血从他浮在地上的面颊处朝外流出,蔓延在了不断落下冰雹的马路上。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海如城每个角落。 午餐时间,哪怕大风天气,户外人也不少。 结伴去公司附近吃饭的职员,从教室里出来跑去食堂的学生,被爷奶奶接了回家吃饭的小学生,准备趁午休时间找个地方做做打工人士。 当第一颗冰雹落在他们脚前时,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玻璃珠。 海如城四季如春,雨长下,台风也多,但是从来没有下过雪和冰雹,更何况是这样大颗的冰雹。 冰雹吗? 一个男生捡起玻璃珠子一样大的冰雹,一脸兴起的捏在指尖丸,卧槽,这么大颗,好冰啊。 然而,当他抬头想把冰雹拿给好友看的时候,却发现好友满头鲜血地瞪着自己,然后悄无声息地倒在地上。 救命啊,男生张口结舌地慌乱大叫,但当他抬头看向四周,却惊恐地发现周围不断有人被冰雹砸中,有人上能发出惨叫逃离,有人连惨叫都没发出,就扑通倒在地上。 他强撑着脉动发软的双腿,冲到最近的楼梯底下,瑟瑟发抖地看着面前的一切,以为自己置身噩梦。 落在地上的冰雹,很多都浸没在血水里,浓重的血腥味弥漫在空气里,这血腥味如此浓烈,还如此的近,让原本处在休眠状态中的某些生物提前复苏过来。 往八包箱内,游熙刚刚吃完午饭,在吃午饭之前,他又使用了一次顺洁卸妆油,想知道在没有伤口又和女生同处一间房间的情况下,那些黑色细虫会不会朝外蔓延。 还好,使用之后没有发现异常,这更加从侧面验证了黑色细虫屈血性这个特点。 午饭后,他觉察到降温,因为身体素质提升,他并没有觉得很冷,正考虑要不要从新屋仓库取件轻薄的短款羽绒服出来时,突然听见有咯拉的细微声敲打在玻璃窗上。 他侧头看向窗户,包箱里的两扇玻璃一窗紧闭着,百叶窗也落下了,因为光线昏暗,电脑桌上的台灯开着。 他第一反应是,之前找他的那伙人找到他了。 但很快,他就摇了摇头,如果真找到他,这回就已经在破门了,哪里会朝他所在房间的玻璃窗丢石头。 啪,玻璃窗上又是一剂清脆的响声,紧接着,劈啪的鸡打声宠密起来,乍一听像是有人同时朝他玻璃窗上丢了无数小石子。 游戏走到窗边先抬百叶窗,他比较警惕,怕被人看到所以没有直接站在玻璃前,而是侧身站在玻璃窗旁边的墙壁前。 玻璃外是阴沉的天空,一颗颗透明且大小不一的珠子时不时敲在玻璃窗上,发出清脆声响。 冰雹?游戏念头才起,就听见砰的一声重击,面前的玻璃被砸出一个大洞,一颗网球大小的冰雹砸进室内滚落在地面上。 他看着那颗冰雹,惊得睁大了眼,心里一针后怕,如果不是他谨慎,刚才侧身站在墙边,这会已经被这颗冰雹砸中了。 重力加速度,就算是他,也会被这颗冰雹砸出内伤。 他立刻看向楼下的街道,果不其然,底下一片混乱,街上的人们都在四下逃散。 可是越慌越乱,有人慌不择路,躲在沿街店铺的布置洋棚下,不过片刻功夫就被击穿洋棚的冰雹砸倒。 有人不小心撞在一起,奇奇摔落,其中一人直接被冰雹砸中眼睛,血水从窟窿里流了出来,他疼得四肢抽搐,身旁的人发出变调的惊叫,却被面前的惨状吓得腿软怎么也站不起来,只能连爬带滚的挪动身子,狼狈仓皇。 也有人护着身边的孩子,灵机一动,直接朝停在路旁的汽车下躲去,避开了解难。 当然,有更多的人即使躲进建筑物内,喘息发抖地看着外面仍旧不断砸落的冰雹,庆幸自己保住了一命。 可他们并不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 多年之后,有人回忆当初,称这场冰雹是末世的起点。 这天同一时间,在这个国家的数个沿海城市都下了同样的巨型冰雹,有人被砸死,很多人被砸伤。 这场冰雹最短下了二十多分钟,最长的下了将近一个小时,大量的房屋、汽车和农田被毁。 一时间,所有医院都塞满了哀嚎哭喊的病人,城市交通激进瘫痪,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的声音响彻了整整一天一夜。 电视新闻、电台、网络网页上面,到处都是有关这场巨型冰雹的跟踪报道。 没有受灾的城市立刻调动各种物资人员,向被冰雹侵害的城市发起紧急援助。 随便打开每个电台新闻,都能看到主持人以朝气和充满信心的状态,说着鼓励的话,需要民众齐心合力共同度过这次灾难。 可无人知道,在这一切之下,一遍正在每一处悄然发生。 时间回到此刻中午,游戏惊异不定地看了回窗外的冰雹,鼻尖突然闻到了那股熟悉的潮心气味。 它猛然转头看向落在包厢地面上的那颗冰雹,因为室内气温较高,冰雹落在干燥的地面上,此刻已经融化了。 那股潮心气味就是从融化的冰雹里传来的。 它从新屋仓库取出橡胶手套,戴上之后才走过去,蹲下捡起了冰雹。 它举起冰雹打开了手电筒,靠着强光和优越的视力,它清楚看到有细微的黑点随着冰雹上融化的水躺落下来,有些滴在地面,有些落在它的橡胶手套上。 它倒吸了一口冷气,里面这些是虫卵。 这,不是普通的冰雹,这是虫卵冰雹。 潮心气愈发浓重,黑色的小点动了动,慢慢从一点变成细长的一条。 黑色细虫破卵了,慢慢的,一条越来越多,像是一撮黏在一起的卷发一样,互相交缠,扭动,虽然极细,仅靠肉眼,几乎分别不出头尾,可依然恶心地要命。 游戏丢下冰雹,脱下沾上黑色细虫的橡胶手套丢在一起,然后面无表情地取出高温香水,将所有沾上虫卵和细虫的东西烧成灰烬。 窗外,冰雹还在下,又有两颗更大的冰雹砸碎玻璃落进包厢。游戏再次迅速把这两颗冰雹融化烧光,可她心里明白,无论它有多少瓶高温香水,都不可能烧光所有的虫卵。 经过这场冰雹,黑色细虫将无所不在。 这个世界的末世,以这样子可怕而血腥的方式拉开了畜牧。 冰雹早就停了,天空依旧阴沉,但气温似乎回升了一些。 侥幸躲过这场巨型冰雹,没有受伤的人,此刻也顾不得上班上学,都从原本躲避的建筑里出来。 大家纷纷拨打电话给各自家人,有人打通电话,知道对方平安后,常常松了口气。 有人电话还没挂,就急匆匆踩过地上的冰渣河水,去路边打车,发现打不到车之后只能迈开脚步就跑。 没受伤或是轻伤的人,在确定家人平安后,开始自发拨打救护车电话,互相协助着将路上被砸至昏迷的人搬到一旁,以免堵塞救护车通道。 等了很久,救护车终于来了,伤员一个个被救走,带离现场。 那些人松了口气,有的人散散聊聊聚在一起,用又怕又庆幸的语气,讨论着之前的惨况。 路面上,人的鲜血和冰雹融化开的水混在一起,让和平年代的人看了很不适应。 空气里似乎总有一股腥味,大概是血的味道。 有人着急打开电视看新闻,想了解最新情况,也有习惯用网络的人打开电脑,除了浏览新闻网站,还去了大型的贴吧。 很快,有人便在几个大型的贴吧发现了一个匿名视频贴,整个视频里没有出现人物和声音,就连有限的几句话都是已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形式出现的。 第一张白纸上写的是,注意冰雹里的黑色虫软和细虫。 画面上出现一颗搁在不锈钢瓶板上的半融化的冰雹,有人戴着橡胶手套,从拍摄的方向伸出手来,左手拿着放大镜,凑近冰雹融化的水,让视频拍到水里的黑点和逐渐破卵的黑虫。 当破卵的黑虫增加到一定数量时,耐人将第二张白纸叠在第一张白纸上,上面写着黑虫屈血性,不要接触伤口。 之后,耐人右手取出一个很小的玻璃瓶,里面是略稠的红色液体,耐人将液体倒在钢板上,中间和细虫隔了一段距离。 只见血液低下的瞬间,那些虫子立刻动了起来,并且着朝血液的方向而去。 最后,耐人取出准备好的第三张白纸继续叠放,上面写着,一旦发现立刻用火烧。 之后,耐人的右手出现了一个喷火器,寿司店师傅用来制作烤雾的那种小型喷火器,有长长的金属头。 耐人按下喷火器,血液很快被烧干蒸发,而里面的黑色细虫也被烧焦成灰。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没有声音,没有出现人,耐人甚至连手指都没有露出来。 可这个视频却在短时间内被叠了几百层的楼,一开始底下全是在喊恶心的,之后慢慢开始有不同的留言。 卧槽,这个帖子是真的,我刚才特意去外面捡了个冰雹,里面真的有这种虫卵和虫。 管理员先不要删帖呀,这个好像是警示贴,不是有人在捣乱。 是真的。 我家住一楼,院里子是水泥地,原本落了一地冰雹,现在全是虫,乍一看还以为是一堆头发渣子,我快被吓死了。 有这么怕吗?不就是虫子,还这么小,能把人怎么样啊? 楼上你不是海边城市的人吧?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能怎么样? 这虫子一感应到血液就这么疯狂,万一使劲朝伤口里钻怎么办? 我去。 楼上,想象了一下你的话,差点晕绝。 仔细想想,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卧槽,我家里有我妈点爱酒的喷火器,我马上去灭虫。 坐标连城,你们几个沿海城市太惨了,我马上去给你捐钱捐物资,买两箱喷火器给你们寄过去,老铁顶住啊。 谢谢楼上,家里没有喷火器怎么办?直接用杀虫剂可以吗? 楼上我试过了,好像有用,虫子不动了。 有用个屁。 刚刚喷过杀虫剂,然后手剑自己,刺破自己手指想试试,结果虫子又活了啊。 用开水烫。 哎呀,幸好我在方城,我们这里是内陆,离你们那里远。 太可怕了,呜呜,我还来着大姨妈呢。 这句话一发,楼下立刻出现一连串跟铁,我也是的,有人说要去穿十条内裤,有人说要把棉条和卫生棉叠加使用,也有人稍微靠谱一点,表示可以去买个防护服穿。 之后,歪掉的楼又继续走上正路。 那个楼上的谁,杀虫剂都杀不死,开水能烫死吗? 而且这虫子是和冰雹一起落下来的,你们不觉得这事情很不对劲吗? 你们都傻了吧? 这么一点点的虫子,老子直接用脚踩,也都碾死他们了。 这层楼一发,下面立刻多了一大片的。 也是哦,大家都被起初那人用喷火器直接烧虫的举动惊住了,先入为主,觉得这虫子很可怕,但说到底,这么一点点的小虫子,只要不害怕它的人,怎么知道都能弄死他们。 然后几分钟后,那个喊着碾死他们的人又来回贴了。 哎呀呀,老子是算了,这虫子系的和头发丝一样,踩下去根本没有反应啊。 就像是在踩头发,怎么碾还是头发? 你们等等老子,老子这次用刀试试。 底下又是一串,就得回铁,也有喊话牛啊,等着你呀,也有个别投铁的表示,也去用刀子和剪刀试试看。 隔了一会,有其他实验过的人跑来回铁了。 楼上那个老子,我用刀和剪刀都试过了,这东西为什么断了还能动? 这真是虫子吗? 他妈的蚯蚓也没这么神啊。 老子回来了。 楼主说的没错,我跑去楼下小超市买到了喷火器,现在虫子已经被老子瞬间消灭了。 大家都别折腾了,趁着虫子还没乱窜,赶紧用火烧干净。 我试过,用打火机引燃白纸,或是小木棒之后丢在虫上也能烧,但是速度没有喷火器那么快,因为虫子会散开,加上它们太小,一散就不容易点燃,所以用喷火器直接对着喷火是最快的方法。 这层楼之后,又是一大堆很一致的回复,现在就去买。 就连其他没有被冰雹肆虐的城市里的人,也纷纷表示要立马去对一个喷火器,说不定哪天就需要了呢? 也有人说要立刻打给父母,有人要通知朋友,也早已有人将视频保存下来,再发到其他的网站和贴吧里面,作为宣传警示。 虽然不是手机APP信息流动飞速的时代,但因为冰雹事件,留在室内的人很多,年轻人都习惯在电脑上打发事件。 所以,没有多久数个沿海城市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个视频贴的内容,网络传播加上亲友间电话和口口相传,很多人都行动起来,开始灭虫。 同一时间,海如城某栋保安严密的大厦里面,一个三十来岁穿着作战服的高大男人将视频和帖子的事情报告了站在办公桌后的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表情严肃伶俐,有一张所有海如城民众都熟悉的脸,这张脸偶尔会出现在新闻里。 只提到了驱穴性和消灭的方法吗?没有另外一部分? 报告知识的男人点头,没有,已经查过所有出现这个视频帖的网站,就只到这部分为止。 不管这个人是否知道另一部分情况,或是对整个事情了解多少,对方似乎只是想警示众人,尽量让被寄生的情况减少发生。 另外,已经查过最初发出这个帖子的IP地址,是在一家网吧,但附近的摄像头并没有拍到什么可疑人士。 其实,男人后面还有其他话想说。 几天之前,他们下面有人奉命去小区里去带之前海底隧道事件的当事人回来,那个小区就在现在这家网吧的斜对面。 当时,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居然失败了,明明和对方打过照面,可却生生让对方从眼皮子底下逃走了,一点踪影都没见着。 所以,视频帖这件事会不会和那个人有关系? 但这话,作战服男人最终还是没有说。 那些人被带回来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再能离开,就在他们这栋大楼地下室最底层的实验室里面,那些以为发现了新物种的科研人员各个走火入魔,早已没将手术台上的当作是人。 哪怕是他这样见惯了鲜泻的人,偶尔下去的时候也会受不了。 虽然下这个决定的人是面前的中年男人,他也说了如果事后追责,他会一力承担。 可说到底,他们所有人都已经参与了其中,没有哪个人的手上是干净的。 之前是没有办法,因为要加快研究速度,有些事情权衡利弊,无法避免。 但现在,不光是他们这个国家的沿海地区,就连其他几个靠海的国家,都先后出现了极端冰暴气候。 这次的灾难,很有可能是全球范围。 而且,从目前其他城市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冲突和暴乱事件来看,早在这次冰暴之前,被寄生的病人就已在国内各处城市蔓延开了。 他们封锁消息,秘密带人回来研究,终究只是一场徒劳罢了。 这种情况下,那个逃脱的女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和这次发帖事是否有关早已不再重要。 相反,能逃走其实是好事。 中年男人开口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帖子留着吧,不用疯了。 和其他城市联系,开始资料共享。 通知各家医院,将这次冰暴中受伤的人列为高危病人,全部统一隔离,暂时不要让他们离开医院。 可是,有很多人都只是轻伤,而且有很多老人妇女和孩子。 中年男人拧眉,看向面前的男人,三天之后,不管男女无论年龄,都会成为随时可能爆发的潜在危险分子。 记住,他们已经被寄生了,一定要把他们和普通人区分开,如果连我们都没有这个意识,整座海如城都会遭殃。 作战俘男人知道对方说的没错,只是暂时隔离,并不是全部消灭,或许等到科研人员那里能出现突破性进展,还能救回来。 但还有不少轻伤的人并没有去医院。 那部分暂时没办法,等三天后再处理吧,到了那时,家属会更配合。 中年男人顿了顿,又到,另外,安排人员行动起来,做好防护措施,带上火焰喷射器,开始灭虫。 从人流密集处开始,能灭多少灭多少。 还有,全城自来水供应暂时切断,等清理干净,查清楚没有问题后才能恢复,各家桶装水纯净水工厂也一样。 食物和农作物方面,被冰雹清洗过的全部销毁吧,近期禁止渔船出海捕捞。 向其他城市求助物资时,把纯净水,防护服,喷火器,灌装食物变为紧急需求物品。 派人盯好物价,不许私人哄抬,特殊物品开始限量,食水,也开始限量吧。 最后,封锁所有离开海如城的通道,海陆空全线管制,只许进不许出。 他说着说着,原本挺直的脊背渐渐勾楼下来,他撑着办公桌面,几乎已经能预见到这一系列行动开始之后的海如城会变成什么样。 可是,现在这件事才刚刚开始。 要知道,这世界上的所有的江河湖海都是相通的,这种虫子早晚会蔓延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 届时,这将成为全人类的危机。 冰雹肆虐海如城的三个小时后,民众发现部队的人都出动了,他们带着专业工具开始灭虫。 那个视频贴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传播,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冰雹里有虫子的事。 虽然目前还不知道这虫到底有什么危害,可能是趋及避祸的物种,当所有人都严肃以待,努力消灭同一个东西的时候,其他不明所以的人也会跟着加入进来。 尤其是,当他们看到部队的人居然全身防护拿着只在电视里见过的火焰喷射器开始灭虫时,众人对这种黑色细虫的危机意识已经形成。 至少,所有人在面对这些虫子时会产生警惕,不会因为好奇而接近,造成更多悲剧。 游戏站在某酒店15楼的套房窗边,看了会底下马路上灭虫的一支队伍,又低头看向手里的平板屏幕,轻轻输了口气。 这台平板是他原生世界的,抵达酒店后因为无电脑可用,他便想着试试看,结果顺利连上无线网,顺利打开了网页。 他以游客状态查看了自己发的几个视频贴,网民的乐观和积极比他想象中更好,那个十条内裤的留言让他笑了好一会。 他赌对了,只公布屈血性和灭杀方法,引去了寄生这一点的帖子并没有被封掉。 毕竟民众发现冰雹里的蹊跷是早晚的事,官方即便想瞒也瞒不了。 从他们的立场来考量,民众能自动自发形成灭虫意识是在减轻他们的负担,而满下寄生的是,又能保证社会秩序暂时不崩。 虽然再过几天,一定会有人看出蹊跷,但能给几天缓冲时间也好。 多一天,就是多一天时间做各种准备工作和应对工作。 虽然他剩下的末世任务只需要在这个世界再待28天,虽然以他目前的武力值和武感度,可以把对这种虫的防护做到滴水不漏,虽然他直至现在都不能百分百判断这些末世世界究竟是虚拟世界还是真实世界,但,可以做的事情,他还是想要去做。 两次末世任务,三年多的末世时间,或许他早已见惯了生死,但他不希望自己成为习惯这些生死惨状,可以冷眼旁观,不再有任何情绪波动的人。 无论他未来还要去多少个末世世界,应对多少未知而可怕的灾变,他希望自己永远能保留着作为一个人的本心。 在给自己留有余地的前提下,能帮则帮,不滥情,也不冷情,问心无愧。 游戏拉上窗帘,这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建筑质量非常好,在建造时所有玻璃都安装了双层,在冰雹来袭时,绝大多数玻璃都幸免于难。 这里不靠海不靠山,也不属于闹市区,人流较少,所以被他当作度过后期28天的首选。 以他对末世世界的认知,能给出存活一个月100星币的报酬,这一个月肯定不简单。 所以,趁着目前情况还好,他想尽量住得舒服一点。 那种虫只是随冰雹落下,本身并不会飞,所以他在选择住的地方时,除了考虑之前的几点,高度也是一个重要选项。 他在网吧发完帖子之后,趁着外面混乱,连伪装口红都没买,直接戴上帽子口罩,把脸和头发全部藏起来,然后换上高筒的防水靴,从包厢出来,去了网吧大厅另一侧的公用洗手间。 这边的洗手间窗户外是这栋大楼的背面,对面是另一栋五层楼的房子,两栋楼中间只隔了很窄的过道。 他来的时候就观察过地形,这边没有监控摄像头,这点距离加上高度落差,他可以直接从窗口跳过去。 过程非常顺利,他拍上窗台,观察完左右,直接纵身一跳,一秒稳稳落地,之后再走到这边大楼的外墙的回旋楼梯处,直接缓步下楼离开。 之后,他依照手机导航直接去了一家专业防护用具店,买了三套专业防护服,包括防护眼镜,安全头盔,防护手套等等配件。 这不是现在用的,他只是习惯早做准备。 在之后,他又去了一家点当行,抵押了两根三百克的金条。 这家点当行不太正规,可以不需要任何证件,但是把金价押得很低,三百克的金条只肯给十万现金。 这个世界人物虽然有银行卡和现金,但卡上的钱有限,现金也不多,他想多拿点现金在手里,方便使用,所以很快就和点当行交易了。 游戏拿着二十万现金离开点当行之后,发现身后果然多了条尾巴。 他扬了扬眉,这家点当行有点黑,下次他得换一家。 游戏甩掉尾巴,之后直奔酒店。 这家酒店以非常不方便的交通,极其难吃的食物而闻名,入住率一直都很低,套房正在打折,他直接订了五天。 进房之后,他直接将鞋子脱下丢入门边洗手间的浴缸,之后用APP检查是否有摄像头,紧接着脱掉衣服使用了顺洁卸妆油,除了一些在外面奔锅时沾到的粉尘,并没有他担心的虫。 游戏换上干净衣物和平底鞋,看了眼戈在浴缸里面换下来衣裤和鞋,有点犯愁。 物品类无法使用顺洁卸妆油去虫,他也不能保证一点都没沾上,尤其鞋底,可让他就这样直接烧掉,是不是也太浪费了。 他蹲在那里想了想,最后被他想出了一个主意。 系统,新屋仓库内时间静止,不能进活物,如果有活得的生物附着在我想要放入仓库的物品上,会被一起带进去吗? 他感觉到新屋仓库无言了很久,半天才有声音在他脑中响起。 宿主,新屋仓库内只能存放你想要放入的物品,游戏扶制心灵,明白过来。 他伸出手,用指尖一一点过每件衣服,裤子和鞋子,物品在他指尖一件件有序消失,最后刺败的浴缸内,只剩下三条黑线。 毫无疑问,这是他不想要放入新屋仓库的物品。 游戏笑了笑,高温香水瞬间出现在手里,对准直接开喷,虫子秒成灰,然后被水流冲走,浴室里的潮心气味消失了。 游戏发现自己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好,明明才消灭完虫子,居然觉得有点饿。 他已经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要不然晚上吃好一点。 他又一次问出那个困扰自己的问题,系统,末世世界是真实世界吗?去第一个世界的时候,因为世界人物和他本人的长相身材年龄,甚至很多细节处都一模一样,让游戏一度感觉末世世界可能是真实世界。 但那个世界结束时,新屋系统告诉他,在他离开后,世界人物会根据既有轨道自己生活下去,这样不科学的是,又让他觉得这不可能是真实世界。 在之后,18岁模样的自己,和他亲生父母长相似的有辅有母,现在这个30岁外貌的自己,还有无论是第一个世界,还是在丧失末世的三年,他一次例假都没有来过。 这一切都让他觉得,这可能只是虚拟世界,因为唯有虚拟世界才能出现这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 其实现在反过来想想,出现在他公寓楼梯间的新屋,原本就是件无法解释的事情。 可这就代表新屋不是真实的吗?新屋是真实的,他脑中那个冷淡的中性嗓音也是真实的,他从末世世界带回去的物品更加是真实的,楼瑞这个任务者也是真实的。 所以,此时此刻,他所在的世界也是真实的吧。 而他,又是为了什么才会来到这些世界,完成所谓的任务? 宿主,请专注当前任务。 新屋系统再次冷漠下来,就像是每每当他触及某道界限时,想起的警告音一样。 现在不比一开始,游戏想起自己这次提前开启末世世界任务的原因,不得不重视这种警告。 时机未到,早晚他会把一切谜底全部揭开。 三天潜伏期过得很快,这三天,游戏一直待在酒店套房没有出去过。 他能做的事情已经做了,个人力量太过渺小,根本不可能和整个末世灾变抗衡。 他如今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证自己活下去,直至三十天满,完成任务脱离世界。 停水之后,酒店内部开始乱了,后来酒店入住的大部分都不是海如成人。 大家知道,冰雹只肆虐了沿海城市,为数不多的客人都急匆匆地收拾东西离开。 酒店里客人都走了,酒店的工作人员多撑了半天,很多家在本城的都请假回了假,再后来也没人再请假了。 有工作人员直接带着酒店的物资离开,也有人拿着物资躲到了楼上房间里。 游戏每天都会清理数字房间,靠着顺洁卸妆油和新屋仓库这两个神器,保证房间以及自己身上没有沾上任何虫子。 没有觉察到血液的味道时,虫子基本是不动的,只要确保自己身上没有伤口,这种虫子对他来说几乎无害。 而且看多了几次之后,游戏早就有了免疫能力,恶心感大幅度下降,每天除了坚持几个小时的体能锻炼之外,就是换着花样吃饭。 这几天他一直都在吃外卖熟食,一则实在没有闲心动手做饭,二来做饭比较危险,容易受伤,所以直接作罢。 早餐通常是清淡的牛肉拉面,骨汤小馄饨,皮蛋瘦肉粥,搭配汤包,蛋饼,油条,生煎。 因为需要体力锻炼,所以中午他会吃米饭,有时搭配口水鸡,毛血旺,酸辣土豆丝这样的川菜,有时会吃越式双辣煲仔饭。 他买的这家煲仔饭以蜜汁酱料闻名,外卖合适屡制的,送到他那里时还保留了刚出炉的温度。 酱汁倒下后,切成透明薄片的腊肉和香肠,碧绿的青菜,雪白的香米,全部被搅拌在一起,每一口都咸香多汁。 晚上他一般喝汤,搭配海鲜一起吃,除了中式汤,他也吞了不少韩式牛尾粉丝汤,泡菜豆腐蛤蜊汤,香辣牛肉汤。 海鲜他暂时不敢吃生食,一般都是取鱼已经做熟的,例如葱香炒隔离,XO爆炒鱿鱼须,清蒸石斑鱼,生蚝炒鸡蛋这类。 另外,甜品也是少不了的,吃得最多的还是个是奶茶,偶尔会吃雪妹娘,慕斯蛋糕这样的东西,或者补充一些水果维生素。 每天也只有三餐的短短时间,会让他暂时忘记所处的世界,让自己毫无杂念。 其实他心里隐隐约约有种感觉,这样封闭式的安静又安全的日子很快就会结束。 外面情况不太好,但一开始也没那么差。 起先,因为有一系列紧急措施和有其他城市的援助,防护服、喷火器、食水、药物、大批量送达,及时武装和帮助了部分民众。 同时,重回寄生人体的事情已经瞒不住了,除了医院里隔离的那批病人,在冰雹那天受了轻伤的人都表现出了情绪上的问题。 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几乎被打爆,可无论医院还是警局内部,都以人满为患,并且严重人手不足。 其实被寄生发病的人不算难对付,目前除了电击、致晕这样的手段之外,镇静剂也是让病人平静下来的有效方法之一。 实在不行,捆绑手脚固定在一处,同时蒙住眼睛堵塞住嘴也算一个不得已的方法。 当被寄生且发作的人在一段时间看不到旁人也听不到动静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攻击性会有所减弱,直至再次受到外部刺激,才会再次发作。 这种情况,很像是失去理智的精神病人。 但得精神疾病的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且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和药物资源去看守和治疗。 可现在,一场虫卵冰雹,让被寄生的人数瞬间寄生。 100个人可以看守和治疗10个精神疾病患者,但如果是100个正常人对上50个被寄生且发作的病人呢? 100对100呢?100,对上200呢? 那天的虫卵冰雹虽然在各方面配合下被消灭了大半,但仍有很多黑色细虫破卵而出,它们存在于城市的每个角落,草丛里,建筑缝隙里,水里,人的衣物上,甚至头发中。 因为虫子太过细小,哪怕是粘在衣裤鞋子上面,也丝毫觉察不到。 民众根本防不胜防,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自己不受伤。 很多女生因为惧怕无比,都跑去药店购买含有孕激素制剂或是磁孕激素联合制剂的药物,以此推迟例价来临。 第三天傍晚,所有新闻电台开始滚动播放黑虫寄生后一些已知的表现、反应和应对措施。 前面三天的停水、限购和封锁已经让民众的生活陷入恐慌,而今,海如城的社会秩序正式走向崩塌。 离城的港口、火车站、机场以及私家车道早已被想要逃离的人堵得水泄不通。 拥堵不仅造成混乱,也会出现受伤的人。 受了伤的人周围,瞬间就会形成真空地带。 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哪怕这个人暂时没有被寄生,在旁人眼里,已经宣判了他,他在的死刑。 可人太多了,大部人被寄生者发作之前都和常人无异,不断有新的寄生者发病,疯狂攻击周围人,制造出一片新的混乱。 一旦再次出现受伤的人,便是另一个绝望的开始。 封锁线最终还是被打开了,毕竟大部人都是正常的。 可想要进入其他城市的人,必须得经过层层检查,剃光身上所有毛发,清洗干净,检查有无伤口,并且被隔离五天。 然而,这些好不容易以为脱离险境的人并不知道,五天之后,当他们踏过检查站的安全门,见到他们以为安全的城市,住进被分配的居所,想要好好吃顿饭,好好睡一觉时,会再一次在身边发现熟悉的黑色细虫。 绝望弥漫,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安全城市,所有的地方都会沦陷,区别只在于沦陷的时间而已。 海如城内,有人直接割破手指,疯狂地跑到室外,打算直接被寄生,一了百了,有人冲进超市,各种抢夺瓶装水和包装食品,有人直接在家里放一把火,和虫子同归于尽。 又是数天之后,医院也沦陷了,不仅是在冰雹那天受伤的病人,但凡身上有伤口的人,在这几天里都陆陆续续受到感染,包括很多医护人员。 发作的人太多,正常人太少,有很多人并没有被寄生,却死在了寄生者的疯狂攻击之下。 某栋曾经保安严密的大厦里,中年男人拒绝去坐停在楼顶的撤离直升机。 他将办公室的大门封闭,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封信放在桌上,然后取出了保险柜里的墙。 当作战俘男人带着一对手下赶到这层楼,想尽办法破门而入时,里面的人早已没了生命迹象。 跟在他后面的其他人都猛了,他们看着作战俘男人走着桌旁,拿起上面的信,恍然开口,老大,我们怎么办? 还走吗?想要走的,现在去顶楼,应该还能赶上飞机。 这句话之后,那对人里有人面面相觑,最终求生的念头压过一切,有半数人转头冲出办公室,朝楼上冲去。 留下来的,还有七、八个人,都是他最最中心,也是最不畏死的兄弟。 你们不走?作战俘男人你没? 老大,我们能走到哪里去?现在这是道,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几个离还远的城市,目前还是安全的。我们走了,老大你呢?留下,救人。 能救多少就多少,相比逃跑,他宁可死在战斗中。 我们也去,能救一个是一个,老子忍很久了,以后做事,只凭自己的良心。 那人笑了起来,转身开始搜找办公室里一切能用得上的东西。 如果游戏在这里,他会发现,这个喊着平良心做事的人,正是他刚来这个世界的第一晚,悄悄潜入他的住处,被他打晕的第一个人。 海如城迎来了最混乱的阶段和最黑暗的时刻。 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沿海城市。 可无论在黑暗的角落,依然燃着细碎的星火。 只要星火不灭,希望永在。 下午时段,在某条散落着各种垃圾,燃烧着几处火堆的街道上,出现了一小群人。 走在最前面的是个20岁左右的男生,手里握着一根铁棍,身后背着包,五官清秀精致,一脸冷肃警惕地查看着周围。 他身后那些人的人数,在17、8之间,他们没有穿防护服,毕竟现在资源各种匮乏,但他们都穿了很统一的白色衣服。 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拼凑来的。 从上到下,各种面料的白色外套,白色裤子,白色鞋子,甚至连有些人身上背的包也是白的。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有些白色的包是故意用白漆图成这样的。 这些人大部分很年轻,有人手里拿着棍子、钢管之类的武器,有人互相搀扶,队伍里也有几个中年妇女和男人,应该是年轻人的父母。 队伍行动颇有规律,拿武器的开路和断后,年轻人在中间,年长者和女孩被保护在最中心。 他们一家一家店铺看过去,似乎在找适合的地方休息。 让他们如此警惕的原因不仅是那些被寄生和已经发作的病人,还有其他那些处于健康状态的人。 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个学校的学生,因为是学区房,住得也近,在出事那天后,结伴回了假。 他们中间有的父母在冰雹中受伤,从一开始就被隔离,有人则在家里发作,被亲人忍痛绑起在房间。 海如城乱起来后,他们可以躲在家里不出门,可活着的人需要食物和水,尤其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瓶装水和带装食物才是最安全的。 他们计划之后,最终决定带上家人一起离开,哪里能找到食水,就在哪里落脚。 有人很快在一家货架轻翻的超市里,找到一道向上的楼梯,上面是个仓库,里面大部分东西都被人搬走了,地上还散落了不少。 但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楼上这个仓库有个带锁的门,里面地面平整,空间足够大,并且朝着街道的窗户,都是完好的。 一众人进入超市后,开始分工合作,有人将一楼和二楼仓库里所有包装完好的食物和水都集中起来,放置在一个纸箱里面。 有人取下背包,从里面拿出几个铝铁制碗,旁人有人依次接过碗,放在手心紧张捧好。 之前打头的清秀男生小心将背包放下,从取出一袋红色的液体。 这是从医院库房拿的血液袋,为了方便,他拿的都是100毫升装的小型血液袋。 他动作利落干净,小心打开血袋,然后将里面的血液分装在七八个铝铁碗中。 血液分量不多,碗却很大,每个碗都只装了点底,第一是为了控制血液分量和作用范围,第二是为了确保血液不会因为打翻。 倒完血液的空带,很快被男生带到店铺外面,他用打火机将其燃烧干净,之后取出小瓶的酒精喷剂,去除手上可能沾染上的血腥味。 其他人则将那些碗拿到二楼,在二楼门口处放置两个,其他的,统一放置在仓库房间的四个角落上。 之后,所有人都上到二楼,开着门,聚拢在仓库中间,仿佛像举行某个仪式一样,排队站好,伸开手臂闭上眼睛。 大约十多分钟后,二楼仓库里,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尝试发问,都自出来了吗? 嗯,还挺多。 看一眼行了,赶紧闭眼。 嘘,手伸开一点,让虫好好爬干净。 呜,我不敢睁眼,我腿又软了。 别怕,妈在这里。 一个扎着马尾的女生,看了眼一旁,抓着中年女人手臂轻靠过去的短发女孩,脸色严肃。 周云,你能能站好? 否则,一会虫又爬不干净。 可是我怕,你差不多得了,几天了,还怕。 名叫周云的短发女生,依然闭着眼,一动不动地靠着自己母亲。 她就是怕虫怎么了? 她从小到大,最怕的就是这种虫子,这是生理反应,她也没有办法。 她知道自己这几天表现特别差,可她也不想啊,可每次都被陈家冷嘲热讽地点名,接受旁人的侧目,她也不好受。 陈家,我是你表姐,你有没有礼貌? 陈家宁起眉,还想开口说什么,站在陈家另一旁地将头发扎成丸子的女生拉了下她。 家家,别说了,小心虫跑嘴里去。 这下,几人都安静了,他们站在那里,等待那些他们身上的虫子,以及房间里的虫子,都因为驱蟹性爬向那几个沉沉的铝铁制大碗后,才纷纷输了口气,各自坐下休息。 有人小心跑去四个角落,看到在血液里面翻滚的黑色细虫后,还挺高兴,表示还好晚大,不会爬得到处都是,可以等到明天早上一起烧了。 大部分女生都选择不看,开玩笑,都快到吃饭时间了,看还能不能吃饭啊,人类永远是聪明的。 她们发现,虫子的驱蟹性也有一定范围,同时也会因为血液的不同分量而使得这个范围增加或缩小。 现在这些血液的量,是她们尝试几次后的结果,可以将她们暂住的这个空间和她们自身的虫都吸引过去,但不会把楼下的其他虫吸引过来。 这样,就等于做出了一个简易的驱虫圈。